大陀佛 是不是还没有听他们聊 这个这次泰国型的一些重点 我还没有呢 因为我们也是今天才刚见面 那你从大家的这些 同仁们的限动啊 发问里面啊 你有知道哪些趣事呢 我想想重点 你应该是跟网友听众一样 差不多 什么趣事 对对对 发生趣事那个点是 我知道有人掉护照 这非常值得了 我们有拍影片哦 最后高潮 最后高潮 而且那个家伙在机场有打电话给我 打给你干嘛 他打电话给我想要跟我分享 他掉护照 但是因为他又要上飞机 所以他就挂了电话 然后我内心就是打来冲他笑 你打去跟阿兜佛 分享你掉护照 为什么我要打电话给你啊 我怎么找 我知道因为他找不到妈妈 哈哈哈哈 他原本是想打给妈妈妈 我那个护照掉了怎么办 他又找到了这样 然后结果他没有 他妈妈想要一直在忙没有 接太晚了 这要打给你 然后他就想打给这个 这个好像跟妈妈存在一样 这个佛姐 有种佛光这样 怎么办 他想跟你分享 而且那一天是我刚好出差 我那天去高雄出差 所以我晚上就住饭店 然后他就打给我 然后就接了嘛 他就说 你怎么不在家 你怎么住饭店 关你什么事 我想说干屁事 你管那么多 对啊 我想说干屁事 我都忘记我为什么要打给你 关你屁事 那天不是匆匆忙忙进去之后 大家就去登机了吗 要登机了 你还有时间打给佛姐啊 对啊 我真的忘记我为什么要打给你 我还很教主 救命啊 我有来电记录 然后呢 他讲了什么 没有他就没讲什么啊 我就说 我就好像跟他说掉护照 他说他掉护照 怎么办我护照掉了 然后就一直磕磕笑这样子 我说哦 所以可以回来吗 他说可以 他说我要上飞机再打给你 然后就挂我电话 干真的打中他小 真的莫名其妙 一个人在外面接到这个电话 对 我在出差 我住饭店 那个B哥没去 爸爸病没去 没有没有没有 我自己在那边爽 对啊 而且还不是电话 是视讯哦 是视讯通话哦 我真的忘记为什么 你结婚的一个男子随便 跟一个女人的视讯 我有跟嘉玲一起啊 他有跟嘉玲一起 嘉玲在他隔壁 还有米宝啊 你们一家人跟他视讯 你一定要跟他分享 你发生的这件糗事 没有他也没时间跟我分享啊 你这个上飞机 你何必打那么紧急通 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已经在登机口啦 对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你在干嘛 你晕了是不是 我真的忘了 他可能真的太晕了 真的被笑包了 所以我就一个疑惑 你在干嘛 对 然后我跟大家讲 知道的是一样的 哦 比如说这个调护罩 调护罩 嗯 还有咧 调护罩而已 他没啦 你没有 你不关注我们的线动 没有没有在看他的线动 或多或少 只有看你们两个的线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的西兰教授 是看什么线动你知道吗 FB的线动 对对对 哦 他这个老人是看FB的线动 所以我会看你们两个 其他人不会看 因为其他人没有FB 对 而且你记得我上次上 IG线动 你是要干嘛吗 看我那个有没有回娘家 对对对 上次是要看你有没有 所以我是有目的性 才会上IG的 但你明明就有一个 大头佛的IG帐号啊 对 你还记得帐号名吗 上次帐号就是为了要 欢迎那个猛男来台湾 我才发了 他都是有目的性才会出现 然后下一次就是除夕的时候 看那个里面 没有回娘家成功 对对对 没错 我觉得你可以追踪一下 我们所有的哈佛的同仁 哦 那太烦了 不行 哈哈哈 你也没在打开反什么 对啊 想看就有啊 我追踪了6000多人 哦 你有追踪一些无人 难怪不想打开 太多了 太多人了 那你可以用个人的follow啊 我没有个人IG啊 真的是老人 对啊 你个人是FB 对 但你FB就不会去加那些同仁们 不要啦 对嘛 对对对 所以你只能看我们的线动 对我就看你们两个 啊我又没去啊 对啊 你就是po你坐错飞机吗 哈哈哈 坐坐飞机 对对对对 然后你看到 阿里培都是正常一些正常的旅游 对大家合照啊 小朋友啦 跳跳舞啊 对对对 啊 很正能量啊 正能量啊 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 哈哈哈哈 那你咧 你看 你看是觉得有什么好玩的 我看有什么好玩的 喝酒啦 夜夜声歌啦 有人喝到那边呛老板啊 呛老板 小舅妈妈那边呛老板啊 呛老板没发出来 是发在群組里面 哦 是发群組里面 哦 那边呛老板 但我有转发 哦哦哦哦 呛老板呛你的意思吗 对啊 刚刚不是要来 不敢喝 每次都要灌醉我来啊 不敢了 小舅妈 你们呛啊 小舅妈妈 他直接挑衅老板 哇靠 对啊 挑衅啊 他意思就是你俗辣啦 不敢来 不敢来 你各个喝啊 自己的醉了个怎么样 他那晚都忘了不是吗 他 而且你知道他在外面喝完 好像夜店三点就关了 然后回到房间又欢欢欢 欢到六点 所以他们那一房的整个 跟他六点才睡 哇靠 他酒品不好 那你不知道了 你不拍 我睡著了 你也喝掛嗎 沒有那一天 他掛的那一天我沒喝 但他們有路 他們應該有路 趕快拿過來 你在幹嘛 人家哈哈baby員工女 關你差狀態什麼事 不是你找他去的嗎 我找你去是叫你去拍 有拍啦 這麼精彩 歡到6點 小舅媽難得喝水杯 我們髒到 你不拍 到6點真的太乳小 而且我們隔天晚上8點多還9點要集合 我看到羅金魚他們都說要死要 所有人都能玩到幾點 他說要3點 可是我們房間有人 寬到6點 8點集合 然後有人到現在回來 已經快一個禮拜還在騷擾 看有多嗨 對 在多嗨 好了沒錯 我們這集就要分享一下 我們這次哈哈baby去泰國 或外一些知性之旅 知性之旅 知性之旅 哦耶來來來不要浪費時間了 趕快趕快 不要 今天不代表 應該也是非常精彩的不代表本台立場 大家好我家哥 我是你爸 我是大頭鳳 哦耶耶耶現場 還有我們的阿賢好朋友 阿賢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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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好朋友 蔡宗翰 蔡公宗翰掌聲 大家好 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阿賢 因為我們那一集上了之後 一堆人都說 幹你阿賢就蔡宗翰嘛 哦他們在那邊揣測 不然怎麼可能講得那麼身歷其境 好像是本人一樣 對啊 就朋友就朋友 因為阿賢很喜歡把這件事情縮嘴 對 對不對 所以我在那邊正式跟 廣大的聽眾觀眾朋友講 阿賢就是阿賢 阿賢就是阿賢 蔡宗翰的 是蔡宗翰 對 沒錯 阿賢的故事 不能套用在蔡宗翰身上 對 不能在阿賢的身上 阿賢身上不等於阿賢 因為阿賢今天也有非常精彩的 泰國的玉的故事 阿賢自己也有 一定要的嘛 哇靠 因為阿賢畢竟跟阿賢去了一趟 阿賢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對 哦 生意其境 哇靠 他的床都被那個阿賢弄過了 對 這一次去 因為疫情過後呢 第一次飛泰國一定要的 剛好又錄完 又回味了一下 當年的阿賢 要去考察一下 哦 他還一不一樣 要比較一下 對對對 要聊一下的嘛 我們今天是聊那個泰國型啦 但主要重點絕對是泰國語的部分 真的假的 我還以為是一些知性之旅 知性啊 知性 知性之旅 哇 那其他比較正常的故事 我們讓Lady一杯聊一下 哈哈 有我的這一part嗎 有有有有 你稍微隨便聊個十分鐘就好 我們要先把正常的聊完 為什麼會想去泰國 哈 你們這次 也遠旅很久沒去遠旅了啦 對 上次是韓國嗎 去年的冬天 去年年初頭的冬天 大家一起去那一次 對 記週打 哎呦 完了很開心 很開心很開心 因為有些人說我們是出差 為什麼去出差 對啊 為什麼是出差 其實是因為 最近有那個泰國的經銷商 想要跟我們掐談 真的喔 對 想要代理過去賣就對了 哈哈baby喔 對 然後其實因為太久沒去泰國了 好 然後我跟總監長在那邊討論 討論說 那不然我們去看看好了 哦 哦 所以有去玩也順便去看一下 去看看那邊流行文化 流行什麼 路上的人穿什麼 如果我們穿哈哈baby去 會不會吸引他們的目光 會不會 喔可愛 啊不是 啊什麼的 靠 靠 對想說去看看 然後他們的衣服材質布料啊等等 就是是怎樣 適不適合他們 他們穿多厚多薄 嗯 商業考察 對所以我才說是出差 所以一開始其實是我們想說 我們去看看 嗯 就幾個 幾個幹部 然後主管跟你去就好 對 後來想說 啊 要帶誰也不是 不然大家一起去好了 哦 有這麼好嗎 是哦 出差不知道帶誰 就全部整個公司都行 沒有成本的考量 就算一下 算了啦 一起去啦這樣 帶靜玉帶阿子 欸 啊 雲祺 雲祺沒去不行 不然雲祺也去 雲祺都去了 Nita Nita Kiki 不然一起去 欸 都去了 不然那些 設計應該也要去看一看 啊 都去都去 都去啊 對 就大家去玩玩 所以夯不當當 我們就是一團幾個人 28 哦 超多耶 28 不是 你們正子才14啊 啊 我家人 啊 我家人 哦還有阿姨也有去嘛 然後阿嬤也有去 對我到時候 我出國大部分都找我媽 就有人幫忙 帶小孩 因為兩個小孩也有去 顧著小孩 尤其這個夜生活 這麼精彩的 泰國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還在 還在 還在飯店顧小孩 下午死 那幹嘛去泰國 確實 然後大九九 大舅媽也帶了小龍 小熊去了嘛 對 對 因為畢竟阿嬤也去了 一打四是沒問題的 阿嬤是沒問題的 甚至一打五 你家人迷法進來都沒有問題 可以的 阿嬤主要是去拍攝嘛 拍攝 精彩畫面要拍下來 對 那宏佳琳呢 對 宏佳琳 我就是想問宏佳琳呢 她是model啊 媽你老婆 她跟她屁事 哈哈baby 出差 然後你家老闆娘 順便要帶這個 我們同仁們 去走走 對對對 她因為是model 所以要去 好像合理 對對對 看人家那個泰國的 那些網美怎麼白自私 對對對 看看有沒有些外景 可以拍這樣 那她去有沒有實質上 公式上的幫助 注意咧 呃 對 今天這一集 應該有一些 蠻大的注意 真的啊 對 她還是有價值產出的 有 有影片產出嗎 嘿 應該有啦 也有 有去 有是不是 那就好 有影片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有影片就沒有問題了 有沒有問題了 本來我也要去啦 對啊 我也想問你 為什麼林鎮脫逃 沒有林鎮太 林鎮 這是前一天半天 因為我們當天 是不是有個直播 你們還記得嗎 你們出去之前 我們有個直播 然後那時候直播 其實我都以為你要去 我也以為我想 我也以為他要去 全世界都以為你要去 我自己都以為我會去 然後突然就在 出發前一個晚上嗎 他就傳了訊息 沒有啊 出發前一晚嗎 出發前一晚 對 24小時前 就是直播完後的那個半夜 好累喔 算了我不要去好了 哈哈哈哈 又不去 很累 對 真的很累 我們那個 過年前忙著台北搬家整理 嘉義又搬家整理 然後又回去開車 回去過年 然後又趕快開夜車回來 對 對不對 然後又去這個什麼 新加坡 那搞了個六天 對 那回來 我台北的家也還沒整理完 結果馬上要工作拍片直播 馬上又要去泰國 不行啊 我這個家那麼亂 要好好的整理一下才對嘛 你這樣講好像李北的行程 跟你都不一樣 對啊 好累喔 分開的 你要想想家是誰在整理的 車是誰在開的嘛 去新加坡誰在罵小孩的 哈哈哈哈 就不知道什麼李北可以躺在這個 游泳池旁邊很chill在那邊度假 又有人看著小孩嗎 我們四個一起出去 總算人家當黑臉 我是比較無謀一點 我要一直盯著 我很怕他們整 我一直盯著 那聲音很緊繃的 哦 瞭解 對不對 那天凌晨我們看到你的訊息 然後我就跟爸比說 他一定是要留下來整理家裡 對嘛 你想了跟那個蔡莊 蔡莊就跟我說 阿嘎是不是要整理家裡 我說哦 你怎麼知道 對 我沒有辦法等到 又那個新加坡的那些東西 還沒整理完 又多了泰國人 哦 不行 我先弄完就好 是 然後你們回來就 舒舒服服的處理就好 對嘛 他一定是熬夜想把它弄好 一定是啊 對 你怎麼盤算覺得他們 沒有啊 我就整理了一天台北嘛 對 欸 果然這個整理的速度很快啊 還蠻屌的 蠻厲害的 整理大師 沒人吵你啊 一天 你們去四天嘛 對 算是四天啦 我第一天搞定了 一天台北搞定了 我一天搞定 我工作室也來搞定了 工作室也搞定了 你有沒有覺得裡面的書不太一樣 有 然後裡面這個擺設什麼 其實乾淨很多 那邊是小姐姐的東西 哦 哈哈 但是這裡也變乾淨了 對不對 是不是整個都乾淨了 不是 你現在想我才知道 發現書真的不一樣 你看這麼美 你們待了一整天 錄了一整天 是不是不一樣啊 而且這中間我還有來 我都沒發現 對 現在才知道 那是外面 那櫃子裡 全部都是整整整整 乾乾淨淨 是 兩邊都整理完了 嘿 對不對 然後第二天你想說 欸 有些東西有沒有 想要搬回嘉義的 欸 然後弄了一些 然後要整理一下 嘉義的那邊也要弄一下 啊不然我開車回去好了 哈哈 因為太多東西了 對 是不是 聽他說他就這樣就開車回去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那麼喜歡 開車回嘉義 我就睡 我一直很累嘛 我不整理到半夜 所以我就 中午 睡到中午 吃個飯 吃 欸 要不然開車回去 下午 下午比較不塞車 嗚嗚 我就開下去 哈哈哈 既然都回嘉義了 為什麼不把嘉義肌肉飯帶上來 沒人吃啊 沒人吃啊 給你吃啊 哈哈哈 給你吃吃 然後我回家 然後整理 噔噔噔噔噔噔噔 來洗個澡 唉呦 一點喔 凌晨嗎 凌晨一點的 嗯 現在開回台北應該是 不會塞車 不會塞車 哇靠 不然睡醒 對不對 可能又中午了 啊 又塞了 對 我直接 直接 看導航一下 兩個半小時 超快 哇靠 你是時間管理大師欸 又回台北 我來台北大概四點 我有跟你穿點心說 欸我到台北了喔 對 你那時候覺得他們瘋吧 對 我覺得他超瘋的 你睡早了吧那時候 睡早了 睡了喔 四點欸 我們早上八九點 我做好多事喔 你去泰國那天 我做好多事喔 然後開車回家的塗裝 不是啊 欸好像還有兩天欸 嗯 因為原本也沒拍工作啊 因為原本我應該是在泰國啦 對 沒錯 還有兩天的時間 欸不然要拍個片 啊不對啊 蔡總監就不在啊 對 欸奇怪 我跟雅琳Taco如果拍什麼 也很怪怪 不好拍啊 怪怪怪怪的 不好不好 因為他不然我們來拍 飛個日本 因為出發前 他們出發的前者 然後那個李伯說 欸大九九在說 該不會姐夫是想要一個人跑去日本吧 欸對喔 好像可以拍這個秀啊 還不錯 那我是要自己去 還是要帶雅琳Taco去呢 然後看一下機票 欸很貴欸 哈哈哈 因為那時候還在算是在過年期間 對啊 對 還是過年期間非常的貴 所以我就欸 欸不然我自己去好了 喔 欸然後到家睡 然後我到家之後4點鐘 開始訂機票 噗噗噗噗噗噗 哇 然後就去睡覺 對 然後訂到了 Yo yeah 是 然後全部搞定了 大概已經六七 六七點了吧 六七點 欸 然後機票是什麼時候的機票 欸 下午幾點啊 四五 四五點 五點 五點 所以我三點就要到機場 哇噶 欸我可以睡一下 欸 然後就可以去機場了 Yeah 哇哦 好自立自強哦 實現管理大師 對 然後我們在猜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一開始都覺得他是在騙人 對 因為他這陣子很喜歡披圖 對 大家記得 他有各種披圖 我都要披圖 我都要披圖說 欸我到泰國囉 你們在哪裡 傳在我們群組裡面 我們有一個泰國的群組 然後因為他一本來要去 所以他被加在泰國的群組 對 然後就一直披圖 比如說 欸我到了 你們在哪裡 而且披得很爛 怎麼不等我 就iPhone按著就去背啊 然後隨便找Google泰國機場 然後把他放上去 對啊 我現在在這裡了 你們在哪裡 要來接我了沒 對 然後後來他說他去日本 我們就不想理他 就是覺得他應該是在 因為 第一時間大家都沒人理他 第一時間 爆牙筆也跟我說他披圖的嗎 你知道嗎 我就說 我在日本囉 你看他開了圓框相機 你看到了星期 會動 會動 沒有我到了之後 你們是不是有點相信了 沒有 我們一直到晚上 大概10點多 我們那時候在吃東西吧 嗯 然後吃東西的時候 我就覺得 越想越不對勁 好像是真的 然後我就打開我家的件事情 沒有人 沒有我就看家裡沒人 我說不對 這個時間他沒在家裡 就不太對 然後我就往回拉 發現他下午一點多出門 然後拿著行李箱嗎 然後對 然後到一直到晚上 就到9點 就是到晚空的 有問題的時候都沒人 都空的 一定是出國 耶 然後就打視訊來了 我就打視訊給他 你真的在日本 然後他說 哦耶 鳴谷 哦 榮戰 哦耶 我們今天要去 官員之戰的谷戰場 他媽的都沒人想去嘛 除了蔡總郎 好像稍微有一點點興趣 家姐可以看一下 很多人問為什麼 沒有帶爸爸比去 連B哥都不想跟我去 沒有 他這一次有被你燒到 真的嗎 真的 因為我們 他看完你傳給他以後 然後我們就在 搜尋一下嗎 對 我們就在規劃明年 他就說 要不要我們來去鳴谷 非鳴谷就可以順便去齊富 對 哇 因為我從鳴谷夫到齊富 去官員會經過齊富站 嗯 對 齊富城 齊富 對 知田信場的地方 我就這樣過去了 我想說 幹 下次一定要來 是 一天真的太短 一天太短 他會來跟我說 下次我們再去 下次一起去 因為我去 這次去官員谷戰場 就去他那個紀念館而已 因為我只有一天時間也不多 是 然後又下大雨 所以外面的景點 沒有辦法去採 不然很多那種朝聖經典 喔 誰駐紮的地方 喔 本 那個 本多宗盛駐紮的地方 嘿 對吧 還是那個 德川家康在哪裡 喔 在哪裡 在哪裡 他們很賤的是他每一個地方 都有一個立一個碑 喔 然後他在那個紀念館裡面 有賣那個御租印 戰場御租印 嘿 你必須要到那一個定點 然後拍了一張照 跟他合照 表示說你有去 你才能照紀念館買那一張御租印 哇 哇 你要先付出你的腦筆 他有一張地圖 十五個點 十五個 對 我們沒有看到下面的註解 我說我要全部 然後一張一張 June all my 這樣十五買 他說 啊 丟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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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說你要去那個拍完照 才可以說 哇哇靠 哈哈 所以你只能買一張 就是那個紀念館 紀念 耶 哇靠 啊 哇 OK 這可能要去住三天 不是找到 點跟點很遠嗎 是不會很遠 就是那邊 就那個戰場 你要去那邊照 可是現在大雨沒辦法去 對對對 找到有P圖 不知道 哈哈哈哈 要P圖 然後網路搜索 然後跑給他 趕快來這裡 他P圖 他好笑 對 你整天在那邊P圖 該用的時候不用 我不知道 我是來不及的 真的很好玩 是 有興趣的可以去 官員 你去 你就馬上了解 官員之證在幹嘛 他只要花五百塊日幣 你就要進去參觀 他裡面就有深入前出的動畫 然後一些介紹 你馬上就懂裡面在幹嘛 中文 他有英文 但你看漢字你就看得懂 他的動畫 然後那個神力其境 那種沉浸式的劇場 你就進去 他才有3D的 沒有3D 但他整個那種環繞劇場 然後震撼感 哇 裡面不能拍 可惜 然後我就可以一堆 偶尼桑在裡面這樣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就一堆 日本偶尼桑在裡面 非常快樂的影片 大家可以影片剪出來 就看人家有多快樂 我也是內心覺得說 好險他自己去了 對 沒有 回來大推 一定要去一下 他已經約我下次了 下次要去 差點讓他去一下 陪你去 走啊 很值得去 好 要不要 要不要 我們不要去什麼阿里山 要不然 哈哈哈哈 去三天 現在不去阿里山了 我們本來不是要 3月底阿里山 隨時都能去 當官員也隨時都能去 你看他有時候隨時 搞不好你那個郁豬英之後就沒了 欸 有道理 P2P2就好 P2就好 不行 要實際去走 對不起日本人 那個感覺才對 對 你去走一圈 要不然你知道官員資深在幹嘛嗎 不知道 欸 我這一次在飛機上我有看一部 那個枝田信長跟農機的 就是 陸春拓展那一部 對對對 有稍微提到 對 有稍微對枝田信長有點了解 那一部比較focus在他們兩個的感情故事 對 雖然我也覺得應該是瞎掰的 很多都是瞎掰的啦 對 應該是瞎掰 但是他就有把那個 把那個枝田信長 咻咻咻 到最後面這樣 大概一生在幹嘛 有大概講 其實有電影看一看還不錯啊 不錯喔 對啊 所以枝田信長看完了嘛 再來看什麼 呃 看誰 德川 還有誰 德川然後風神秀 這三個人的電影看完 大概就 有一個方向 那個部分大概就可以了 戰國三節 他們是戰國三節 他們故事看完大概就知道 嗯 對 官員資這樣了解一下 OK 好 好了 最經典 這是這個日本戰國時代 動員 康尚多人來打的一場戰爭 對不對 打完之後德川家康 贏了開啟了他後面 兩三百年的和平的江戶幕府 訂定他的地位 是喔 所以非常的重要 但打了多久 六小時就打完了 蛤 摳了一堆人 是不是 很想知道到底怎麼打 所以他是日本歷史上 很重要的一戰 非常重要 然後人也最多了 幾次晚上在那邊打 那一下六小時就打完了 莫名其妙 是不是 很精采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你進去就知道 他六小時在幹嘛 喔 好厲害 超酷 約一約一起去 約一約 約一約一起去 走啊 我們又成功置入日本戰國了 我歡迎你 耶 耶 官員資戰鼓戰場 你就看我們大家在那邊 收集那個十五個 你上次不是就貼那個紀念館給我看嗎 對 對啊 說可以去喔 然後那時候不是說 喔 那個真的很遠 因為他離民谷屋要坐車不停 是一個半小時才能到那邊 是 對 其實蠻遠的 然後區域就是那些古戰場沒有別的 喔 一片荒野嘛 啊就是荒野啊 他是古戰場一片荒野啊 其實還行啦 對啦 因為是可以順便去祈福 你可以這樣 關於遠古戰場順便去祈福 繞一繞 那你有去祈福嗎 沒有喔 沒時間啊 對 我古戰場一天都繞不完的 我很深入的在了解 對對對 感覺出來看什麼 連那個環景都去看 對啊 他那次拍那邊 哇 超難得 很開心欸 很開心欸 沒有本來想說 啊那麼無聊 還要進去看個什麼東西 十五分鐘 這樣 摸在那邊 還要預約喔 那號碼拍這樣 摸看摸看 喔 好讚喔 哈哈哈哈 來 下次一起去啦 好啦好啦 下次一起去啦 好 反正我就是你們去泰國旗艦 我跑了一趟啦 對 然後詳情就看我影片就好了 嗯 好好好 一日有 很讚很讚 很讚很讚很讚 好啦 接下來就換你們啦 接下來換我們嗎 欸欸欸 我們 沒有 我們就是很 白天就很正常的行程啦 跑一些 白天很正常 小朋友樂 我看你們有去那個樂園嘛 樂園蠻不錯的 那是我 Dream war是不是 對 我覺得是我去過 我最喜歡的 真的喔 樂園 嗯 哦 屏除天氣很熱 對 哈哈哈哈 泰國真的好熱 其實還好欸 還好 還好喔 對 因為它有玩水的 它莫名其妙要把你噴的濕濕的 哦 比較涼 對 就比較涼 還有冰宮 還有玩雪的 玩雪的 室內玩雪 所以你真的熱到不行 你就進去 啊又再出來 你進去又感覺好冷喔 對啊 就又再出來 哈哈 哦 而且我就沒有到很 很熱啦 就還好 但玩的設施也不用擋太久 不用 幾乎都不用 其實樂園只要不用等太久 就七十分起跳 沒錯 真的 對 不用等就可以一直玩 對 然後它那個樂園兼顧到小小海跟 大小 大人 大人 是大人喔 不是 大人 他大人就那種轉盤 然後夜店風 然後有DJ在放音樂 然後 然後轉轉轉 然後嗨那個 我有看到影片 那是董姿 董姿 董姿 然後那真的有DJ在那邊 真的喔 嗨起來 現場在那邊喊 對 然後播音樂 對 超酷的 也很有趣嘛 所以它樂園很廣欸 很廣 那小朋友的那個 那個轉轉轉的旁邊 就是小朋友在開小火車 哈哈哈哈 這個 所以他們聽得到旁邊在 董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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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像我去玩海盜船 也是董姿 董姿 董姿的 哇靠 然後我搖超久的 我第一次坐到說 可不可以放我下去 你一般都可能上去個 比如說30秒 一分鐘 就差不多 它沒有 它都是兩三分鐘起跳 我搖到下去 它還在玩啊 每一趟 每一個攝氏都是兩三分鐘起跳 對 這麼沒人啊 不用趕那個翻桌子 對 不敢欸 不敢啊 然後那個海盜船 整個這樣 超過90度 超過90度 我真的 它整個已經翻過 快翻過 超過90度 你可以看影片 你屁股已經離開的嗎 對 屁股已經離開的 我幹那你會做那個 安全的 你會抓著 沒有 沒有 是下前面的 前面那一根 對 可是你整個 哇 而且李北一開始還在自拍 然後拍一拍 它就開始抓著旁邊 它整個人不動 因為太陡了 這手機是會掉出來的 超陡 超可怕 那因為它進去就寫說 限140公分 我想說 海盜船 海盜船 想說你不能玩 對 真的不行 140下就飛出去了 你差一點不能玩 差一點真的 你142 差一點就飛出去了 也有 哈哈哈哈 對 就是很刺激的 有那什麼飄飄船啊 天鵝船那種 就小小海的也有 哦 所以它水上兩棋 對 然後動物園也有 它裡面有動物園 可以看 有動物 對 很大 然後水上樂園也有 很棋啦 很棋 然後遊行也有 哦 還有遊行 對 很像那迪士尼那些遊行 對對 那遊行是什麼 一些他們的人偶 人偶啊 然後花車啊 然後裝扮的 這樣在遊行 我看有小丑對不對 還就魔術表演 哦對 那種就是路邊的 有一些魔術表演 然後可以 表演給小朋友看 你可以跟他互動 哦 所以元素很多 不是你有著玩設備 你還可以玩軟體硬體 對 然後有人陪你玩 這樣子 該不會也很好買吧 欸 賣嗎 沒有 啊買了很多 我買了很多電風扇 哈哈 太熱 太熱 需要需要 結果是買電風扇 買椰子水 太 太熱 消暑 其實遊樂園吃東西 不是都很貴 對啊 然後那個流量很酷 就是你只要再加大概一百多塊 嗯 然後就有一個自助餐 哦 Buffet Buffet 加一百多塊 泰铢就跟台幣匯率差不多 差不多 他知道說我們台灣買票的時候 加一百多塊台幣 哦 那很兇欸 就吃到飽 而且那個Buffet算不錯吃 對 還可以 對 哦 很不騙錢的一個樂園 對啊 然後那個 因為我們可能剛去完新加坡 每一個樂園都是一兩千塊一個人 欸 我們去環球 那不能比啊 那另外那個水樂園也都是一千多塊 對 然後那個樂園 韓吃只要大概八百塊 好便宜喔 然後玩一整天 玩一整天 韓吃欸 嗯 你要玩一整天是可以 你在漫谷附近嗎 你就把它想像是台灣的小人國 加六福村 嗯 加九族文化村 利寶 哦 哇加利寶 什麼利寶還有水的 有這麼大喔 對 然後它就是什麼東西都有 嗯 所以每就一天早上進去晚上的出來 沒有 沒有沒有 沒拍那 這次時間排太短 對 沒知道它那麼好玩 沒有玩透 沒有玩透 啊可惜 下次應該拍一個李肥遊樂園 對 我們後來都覺得應該要拍 就是要多留一點時間 才能把它拍完 因為像遊行就我們都沒遇到 因為我們正在玩 但阿子有遇到 然後又拍了一首 但也只有阿子 呵呵 我們這家人沒有人遇到 哦 太多元素可以拍 太多要玩的 所以一整號一整天沒問題 對啊 那像那個冰 冰宮 裡面玩雪冰宮的 對啊 進去你也是會很久才出來 對啊 就是裡面滑雪啦 而且你還要換裝去水那邊 哦對啊 所以你去泰國玩 你要必須帶滑雪裝備去 他現場有 他現場有 可是很爛不是嗎 很爛啊 就很薄啊 冷死啊 真的是冷死 我說大九族不是很冷的 進去就趕快跑出來 然後小朋友是哪有 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快凍傷了 對 是硬被我們抓出去的 因為太好玩了 因為也沒有手套 去泰國一定是短袖短褲 對 然後進去就給你一個 很薄的外套 也不是防禦 然後跟雨鞋 哦對跟雨鞋 雨鞋 那腳超冰的 沒有手套嗎 沒有 哇靠 我後來出來手都是紅的 對 然後小朋友耳朵都紅的 快快凍傷了 但我有遇到一個台灣女生嫁去新加坡 然後她說她在新加坡找不到我們 結果最後在泰國的那裡遇到 哪那麼巧 她也剛好又去泰國 去泰國玩 對 超酷的 她住新加坡然後去泰國玩 遇到你們 就遇到了 很巧欸 然後她說他們就是專門要去玩 然後她就幫小朋友準備了 長袖長褲啊 滑雪裝備 對在裡面 我說我好聰明喔 她說這樣才可以待比較久啊 我是對 對耶 因為小朋友其實在裡面都不想出來 可是真的太冷了 樂園有飯店嗎 沒有 沒有 她其實是一個當地很老的樂園 老樂園 改建嗎 沒有改建 沒有 但她應該就是維持的還堪用 就你看起來 就一點點舊舊的感覺 對對對 但都還可以 八百塊很划算 還加吃欸 觀光客也不多 不多 幾乎都當地人啊 沒遇到台灣人 你們去的這個時間點 觀光客是多的嗎 算多 一般曼谷的街上 路上 還蠻多的 很多 熱鬧的地方很多 不能比啦 但是蠻多的 而且現在你還有那個 免簽這件事情 台灣免簽 對 台灣免簽 但沒有中國免簽對不對 有 也有 可是可能已經過了吧 我不知道 因為最近是剛開放新加坡 所以他媽的 不是新加坡 一堆中國人 對對對 有過反 我以為來到上海 真的 全部都是中國人 真的 有過反的 我想聽個Singlish的 全部都在套 全部都是捲舌的 我他媽的 哈哈哈哈 喔 就蠻好玩的 樂園的部分 是 也在曼谷嗎 在曼谷 而且我們那時候跟導遊說 我們要去的時候 就說 他倒了沒 就是一起 對 他有點疑惑這樣 因為太老了 然後以前沒什麼人會去 哦 你們配的是正統的泰國導遊 泰國人 泰國人 娶台灣女生 哦 娶台灣的女生 所以他離婚了 離婚了 啊 你這麼據姓名 你覺得他不會聽就對了 不是不是 我跟你說差別在於說 通常導遊 就是外國的導遊 他們學的中文都是 中國腔 對對對 會捲舌 然後用語什麼都很中國 但他一講話 我們就說那一定是台灣學的 哦 不會說拍視頻啊 啊拍影片啊 不會不會 啊你們要打D哦 啊什麼 打D 計程車 就蠻舒服 而且他說 也說加一點台語這樣子 哦 對 因為他前妻是台灣人 對對對 然後小孩也在台灣 哦 所以就台灣的口音 哦 ok 那他也了解台灣人習性 對對對 非常了解 蠻知道的 哦 然後他自己也有在拍YouTube 啊真的啊 他以前也有在拍YouTube 啊 是嗎 也有在賣衣服 哪那麼巧 他知道這個我們是台灣現在目前這個千億集團的老闆 他一開始不知道 對 他一開始不知道 後來知道啦 後來知道 哦 他一開始是說 直接下跪啊 沒有 哈哈哈哈 哈哈 一開始不知道就在那邊講 然後就一直說他賣衣服什麼 要賣 賣 賣我們衣服還是什麼 那 他說要批你們的衣服去泰國賣 哦 真的 對 對對對 哈哈哈哈 就這類電話想 後來好像是 我們發了一個線洞 嗯 有take他 沒有沒有 是 是我 哦 他幫我們拍 所以那個 影片裡面有他的聲音 哦 然後那個線洞我們發了 嗯 結果他的家 他在台灣的家人 台灣的家人有看到 哦 他前前妻的妹妹是我們的鐵粉 哦 太巧了吧 這太巧了吧 欸我的前姐夫 對 對對對 哇 剛好帶到裡面他們團 跟他講這樣 對 然後他才知道 他那個信訊裡面 他就 他那個妹妹就在跟他講 這是誰 這是誰 介紹我們 還要介紹 對 哦 就 後來就一直下跪 跪著 沒有沒有沒有 跪著帶女 帶完最後的幾天 沒有沒有沒有 難怪蔡忠祥那個護照 那護照不見那麼積極啊 欸中漫哥欸 欸 這一趴我也很想知道 對 那護照不見這一趴對不對 超莫名其妙 我們直接先來 中漫這一趴啦 因為影片好像沒有拍那麼長 我們巨細迷你的聊一下 嗯 對 好不好 你是在什麼時候發現護照 這個起因是在 我們是在最後一個行程結束 然後要去機場 大概剩半小時 嗯 那個路上 我就想說 我先把機票拿起來 嗯 先把那護照拿起來 因為等一下他會很忙嘛 嗯 結果我一打開拉鍊 我就想 欸 怎麼只有兩本 因為我們一家人都在我這邊 紅佳玲跟米寶的 對 怎麼只有兩本 好完了 該不會是紅 你在那邊 啊幹 沒有 紅佳玲 又不知道自己把 我第一時間就在想說 對 我好像很久沒看到我的護照 蛤 因為泰國不是像那種免 有買東西免稅 一直要拿出來 對 比較少 比較少拿出來 然後我就想說 不可能這麼蠢吧 我就先打開 確定這兩本 真的是佳玲跟米寶的 對 然後我就先拿給他 然後我就開始找 嗯 然後越早越不對勁 然後那時候都快把整個包都翻開了 完蛋 然後就這個頭皮發麻 想說哇我真的找不到 就是沒有 然後我現在回頭問了一句 欸佳玲 我的護照也在你那邊嗎 怎麼可能 你都送你那邊啊 我的跟米寶都在那裡啊 差不多 你的眼都在我那邊 一定先吞息著 然後我就說 那我的護照好像不見了 你找你在找找看啊 是不是在包包裡面啊 還是新女箱 新女箱裡面啊 我說我護照整個都翻了 我說不然你看一下 你的媽媽包 然後她也翻一下 怎麼可能 不會在我這裡啊 那我說不可能吧 我說已經沒有任何包包了呢 啊行李咧 你沒有翻行李箱啊 行李箱在車子下面 對行李箱在下面 正常不會丟去那邊 對通常護照不會放在那邊 對 然後又趕快問了一下後面 我就問那個小黛 然後還有那個婕魚他們 我說你們有看到我的護照 誰會看到你的護照 你有病是不是 可能口袋然後掉下去啊 被後座剪掉 不要捉弄我 整人計畫拿出來 太奇怪了 然後那時候我真是全身發麻 我就覺得 應該就是真的不見了 你那時候沒有回憶說 我什麼時候拿到護照 對我有在想 我有在想 但我那時候 就是發麻到 完全不知道 無法思考 他爽到發麻 這一切都是套路 對不對 真的啊 想留下來 如果護照不見 我多麻煩 你要留下來吧 你要去泰國辦事處吧 對對對 要申請要等嘛 對 那這段期間老婆小孩都不在 朋友也不在 那他就可以 怎麼辦呢 原來就是套路 又打開Podcast 哎呦阿賢的故事 那麼的緊張 而且那時候導遊說 如果你護照真的找不到 那今天晚上就來住我家 但你可能沒辦法睡覺 哦耶 你嗨整晚 你只是家裡放個行李 你也不一定會進來我家 哈哈哈 你千萬去外面嗨了 哈哈哈 沒有而且那導遊還是 就是從我們見面的第一天 嗯 他就說 怎麼有一個阿伯護照不見 我弄幫他處理了一整天 請大家護照一定要收好 從第一天 第一件事 護照最重要 他第一件事就是跟他說 不要當笨蛋 不要把護照丟掉 我就白話就是這樣 因為他講了很多故事 然後就是告訴我們說 對護照這件事情有多蠢 有多蠢 多麻煩 你們都年輕人應該還OK 對對對 我很放心 而且 看那個 欸你那個好像 很有經驗出國很多次對不對 對 那個護照 那個日本貼紙滿滿的 滿滿的 三四十次的出國經驗 你其實應該最可靠的 對對對 你再做他出國最多次喔 對對對 對喔 應該比李伯多喔 有吧 差不多 有吧 出次數次數 次數有喔 次數有喔 對 結果就確定真的不見 我就趕快喊導遊 這時候最重要是什麼 大家趕快手機拿出來 嘲笑他 怎樣 因為李伯第一時間在LINE群組說 欸他都看了 那個 欸護照不見了 我說趕快拍 洪正玲嗆他的樣子 你這樣回是不是 趕快拍 你還沒丟那訊息的時候 已經一堆手機在拍 我一直想說 天啊天啊 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因為一開始他們做很前面 最前面 然後就聽到前面在那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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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探討 幹嘛幹嘛 前面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說 漢哥的護照 舞劍 呦呼 全場歡呼 喔耶 有影片看囉 沒有那時候 沒有其實那時候氣氛是很 哇怎麼辦 對就是 就是很尷尬 就想說怎麼辦 因為我們正在去機場的路上 他背比人很好欸 對啊 要是我們一定歡呼的 呦呼 馬上趕快發現到 那時候對 幹嘛想留下來 不是 因為我們有三個人 是訂到比較晚的機票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在喬他們說 欸等一下他們應該要怎麼辦 因為會不會留下來什麼 就大家還在喬那事情 結果忽然又蹦出一個 蔡莊護照不見 對 我說那等一下蔡莊怎麼辦 因為留下來的其中一位是大九九 對 欸大九九準備要去爽了 怎麼辦 你眼紅大九九 你是不是想跟大九九 你看著人家老婆小孩要先回台灣 大概有好幾個小時 先留在泰國 一定要去爽 所以趕快跟導遊串通 我他媽故意假裝護照不見 是 然後我就留下來 其實我機票早就改了 對 我跟大九九改同一班 我爽完之後 欸我找到護照了 我順利飛回來啦 接待歡喜 賓主驚歡 對 你很懂欸 來這招嘛 對 結果你們這些不適項的 喔沒有是導遊幫他走 硬是叫導遊幫他 生意葬出來 然後那最後怎麼樣 導遊怎麼演的 來我們聽看看 哈哈 沒有我們那時候就開始一起回想 然後就回想 我上次拿護照出來是什麼時候 後來就想到是前天 我們有去一個shopping mall 嗯 然後我那時候有幫大家結帳 因為在那間店我買最多東西 免稅 對 然後湊一湊就免稅 所以我結帳 對 然後我也好像印象中 我結完帳給他護照之後 你沒有拿回來 我好像沒有拿 唉唷 因為那時候剛好他們抽盲盒 然後因為抽了很 我覺得很無聊的東西 所以我就跑去拍片 然後拍完之後 我們就一拥二三 喔 就走了 就走了 嗯 所以就真的沒有拿 因為他要幫我辦免稅 喔 然後因為泰國免稅很麻煩 他們都手寫 對 然後都弄超久 對 所以我記得我們在當下 就大概等了兩三分鐘 嗯 然後他們就在抽盲盒 我就去拍 是 然後拍完我們就很開心 然後就走了 哈哈 你也忘記護照拿回來 完全忘記護照 所以你退稅的錢 你還沒拿到 也沒有 他退現金給你嗎 沒有 他要去機場退 他要去機場退 他要辦你免稅的一些手續 對 單子什麼 對 拔票什麼 對 也都沒拿回來 什麼都沒拿 啊 你知道最終我們也沒去退稅 因為在機場 大家都沒心情 哈哈哈哈 被搞一個 最後也沒時間弄 對啊 這樣子很奇怪 所以那一門護照 可能在那個Mall裡面 對 可能 也要問看看 他那個Mall很遠嗎 很遠 朝也在市區 完全在另外一邊 沒有我覺得 曼谷的遠不在於遠 塞車 對 塞車 怎麼辦 怎麼搞 你們距離登機時間 飛機起飛幾小時 那時候大概剩兩個多小時 兩個小時 哦 而且這個講到一個故事 是導遊 一直叫我們提早去機場 我們一直死 不要 我們一直延後行程 他叫你們提早多久 三小時 還是四小時 四小時 那時候五點 他就要載我們去機場 啊你們幾點飛機 十一點 啊 五點就要出發 對 然後我們就硬是跟他塞了一個行程 我們說不要啊 太早了 不然帶我們去Outlet逛逛 哦 對 所以我們就去Outlet 定插了一個Outlet 然後 然後那時候 他說最慢七點半一定要走 要出發 對 過去機場半小時 他八點一定要到 三小時前抵達 對對對 差不多啦 已經很早了 沒有可能 因為可能泰國機場怎麼樣 他才希望大家早點去啊 因為也是怕路上塞車 對啊 然後團特 就是團特跟我們 平常自己的話 就是不太一樣 比較多人 對 然後那我們就硬拖 我說八點啊 八點啊 然後就是 又拖到了八點 然後七點半 其實也沒準時出發 大家三三來遲 對對對 在那邊聊天啊 三三來遲 慢慢的這樣子 八點才出發 對 八點多 八點多 啊十一點的飛機嘛 對 哇靠 兩個半小時的時間 那怎麼辦呢 我還想知道 出發了半小時之後 剩兩小時的時間 你發現他媽的護照不接了 還好有提早 對 如果是我自己抓時間 我應該會抓 大概兩個小時前 剛剛好的時間 剛剛好的時間 登登 然後這時候想到 可能在那個mall 對 那一間店 對 就是那個mall裡面的loft 哦 loft loft 然後就趕快請導遊 打電話過去問 問問看 想說問問問看 嗯 結果一問 護照真的在那裡 哎唷 還好是在mall 對 百貨 如果是那種路邊攤啊 沒了 那路邊早就不見了 那就白了 還好是在百貨裡面 那百貨的店員一定說 他這個白癡 看什麼時候打電話給我 哈哈哈哈 對 就是在那邊等啊 要回去了齁 嘿 然後這時候導遊 一確定之後他很帥 他說好 交給我 你們先等我一下 交給我 他就說交給我 等我一下 然後我就看他開始打電話 然後再翻資料 然後就開始一直講 阿寶幸 一直講 阿寶幸 阿寶幸 然後翻譯就是說 你看又來個白癡 什麼 發音 沒這麼許 第一句就說囉 啊 不方好 哈哈 對啊 然後我就趕快問他說 那怎麼辦 欸 然後他大概 花了不到五分鐘 其實也很快 嗯 他就說他叫了一台 摩托車的快遞 嘟嘟車嗎 呵呵 不是 摩托車快遞 有點像台灣La LaMove 耶 然后现在立刻去那个mall 然后帮我们拿那个护照 拿到护照之后 即刻就送来机场 哇 即刻救援耶 然后他说那个时间算一算 就刚好会是关柜前 大概10到15分钟 可以送到 如果顺利的话 因为开车一定塞 所以一定要autobuy 对 一定要autobuy 然后他还特别 请那个autobuy的帮忙说要快 催姐 因为我们要出发 是护照 对 而且你们那个机场 我记得离市区是有一段 对 有一段 然后就是骑摩托车飙车 对 还好有叫他兄弟啦 一定是兄弟相挺啦 你先不要借新的单啦 我的客人就处理啦 Grab啦 就是有点像我们拉拉木的那个城市上面叫一叫 对 Grab 东南也就是Grab这个城市对不对 我们新加坡也是吗 新加坡也是 Grab嘛 Grab 就你叫外送 然后送东西 对 他都在那个平台上 然后叫计程车也是 蛮方便的 哇靠 最后抵达是多久 距离关柜 其实他们已经准备要关柜了 最后 然后因为我们 又是住我们自己就check in很慢很慢 然后他们就一直在那搬行李搬上来 搬上来 就不输一拖时间给他就对了 好无聊 你们就全面动 你们有28个人在那边故意搬行李 我们其他都已经check完了 就剩大姐姐 最后那一组 最后那一组 完蛋了 然后我搬上去 又搬上来 搬上去 搬下来 要把行李打开 再关起来 再搬上去 然后你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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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远远看到那个大哥那样起过来的时候 全部的欢呼现场 哇 抵达了掌声 真的 真的 没有它一到了就像不能直接掌声 剋哥的 你要给五百块小费 好像运费两百多块 那时候 什么便宜啊 对 我身上就五百块就直接给她 然后就跟道友说不要找了 然后我赶快拿护照充进去 真的 然后阿伯整个都在想 那什麼事 ok啦 賺到了500塊 ok thank you thank you 順風 順功 真的是感謝他欸 然後我就最後一刻 check in 跑到那個登機那邊 哦 所以你說哪還有心情去退稅 真的 算了啦 不用了啦 而且我拿到護照的時候 上面還有退稅單 我那時候想說 不然我看一下 欸 退100塊 怎麼辦 你買那麼多 只退100塊 他們退稅後來發現 他是有個急劇的 哦 你的急劇不到就對了 對 嗯 比如你兩 我買一個4000多塊的 嗯 然後就剛好落在一個 兩 幾趴而已 一趴兩趴 他就幾千到幾千 你是退多少錢 是 他是用急劇去看 你要好幾萬才會有10趴5趴這樣 不知道 就反正就是很少 以後算了啦 不要退了啦 真的 去泰國算了 泰國算了啦 對啦 真的 因為你要等超久的 因為他那邊手寫真的太慢了 真的 而且不是每個人都會退 他那邊搞半天幫你找一個 會退的人 他可能不會退 對對對 因為泰國物價相對比較便宜一點 嗯 你就把時間拿來玩 然後繼續買就好了 你就當給他們小費啦 可以啦 對對對 對 把他們的小費字 你就當給他們小費 泰國也是小費文化嘛 對 對 好好好 還要護照這一趴OK啦 哈哈哈 然後相關的畫面 有沒有另外剪一隻啦 有有有拍有拍 有拍 我覺得五星好評要給那個導遊啊 對啊 對啊 真的很謝謝他 對啊 我後來塞一千塊小費給他 要吧 要要要 對 沒有 如果接下來大家有想要去泰國 那個自己自己組團的話 可以私訊問中和導遊的聯絡 就是啊 對對對 你塞那個小費給他是之後 哎 封口費喔 好不好 哈哈哈 你演得不錯 啊 你兄弟也演得不錯 對不對 為什麼在繞圈圈 因為導遊 先在A點把護照遞給他 哦 你們在等的期間 導遊是不是去上個廁所 他在A點 欸來來來兄弟來 對 欸然後他就繞 從繞回來回去B點找你們 對 假裝封城普普來 從遠方來 時間要掐得剛剛好 他要特別從市區那個點 對 那個地圖上才會看得到 對 你們會飆 對 你家要過來 然後在A點等我護照給你 繞一圈假裝 沒錯 他有沒有打給LOFT 我們也不知道 不知道 聽不懂 你聽不懂啊 對 啊 蔡莊莊就是說 啊 幹被發現 對 封口費 封口費 對 一千塊一千塊 按就好好服務大九九就好 對 大九九還在 對 給他服務就好 最後三小時 欸 是這樣啊 嘿 小事 肉餡啊 哈哈哈 好啦這段都不重要 不錯啦 這段演得不錯啦 演得不錯 有一度那個什麼 那個洪教練就說 什麼 我要自己回去一打二 我也不要回去了 哈哈哈哈 真的耶 洪教練很任性耶 他回來 他平常一直在一打二啊 哈哈哈哈 他就說 你要放我回去一打二 我也不要回去了 哈哈哈哈 沒有 是因為他留在這邊 對不對 因為平常他在那個 泰國還有那個 欸 其他的幫忙顧米寶 對 阿嬤也會幫忙顧嘛 對 對不對 對 哈哈 算是虛精一場吧 真的 我第一次遇到人家 那個護照不見 真的 超兇 還好不是被偷啦 對啦 對 還好 還好 說到被偷 我跟你講 之前我們去泰國的時候 我印象中很深刻 那時候我們去 恰突恰 嗯 恰突恰 然後呢 我那時候 你是說跟阿海去那一次嗎 啊對 哦 是是是 啊因為跟阿海去那一次 我們都沒有講到 我們的行程嘛 哦 對啊 那不重要 哈哈哈哈 隨便講一個啦 隨便講一個 那一天我們去恰突恰 然後我們是去逛店裡面 嗯 然後我就在那邊挑衣服 那挑完衣服以後 我就把我的手機 往包包旁邊的那個 被空格一插 嗯 其實因為我那個 插那個水壺的那個地方 這樣放著 但因為他有縮口 所以我覺得他不會掉 所以會插在上面 然後我就繼續 我就繼續逛 這時候感覺到我的身體 有這樣微微的這樣 哎呦 有碰被碰了一下 對 但他是碰我包包 所以我就感覺我身體 稍微就是輕輕的 沒有很用力 可能撞一下 但我下意識轉身 我就抓住他的手 喔喔喔 你這麼靈敏喔 然後 一抓住他的手 我就發現我的手機 掉在地上 哎呦 哇 然後我就下去撿 他就跑了 然後我就 我就思考一下 剛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哇 我掌聲給佛姐 哎呦 你抓到耶 一切都來的太快 然後掉了 喔 我手機掉了 欸 對 一切都來的太快了 而且因為我是跟我朋友一起嘛 我還有另外一個朋友 我沒在逛 他其實也沒發現 我只有感受到我輕輕的好像身體有被動了一下 哇 你好厲害喔 對 但其實我後來仔細想 喔原來他 他在抓你 偷你手機耶 因為不然他 我手機怎麼會掉在地上 掉在地上 從他手上抖下來的啊 對對對 而且他非常迅速 吻下去他 咻 人家專業的趕快跑啊 開六大集啊 對 但我很心有餘悸的是 我那時候是在店裡面 欸 他還跑到店裡面 對 因為那時候沒有戒心 你的固執在挑東西 選東西 看東西 而且我們是在一間店裡面 你不會覺得說 他會跟進來店裡面 喔 是 所以 所以你的握力是很強的喔 哈哈 我覺得他自己也嚇到 不然他為什麼手抖碰 他說 幹怎麼會被發現 應該是吧 而且轉過來馬上就握住我的手 對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下意識轉過去就握住他的手 哇 很強 掌聲啊 哎呀 謝謝 很厲害 太可怕了 那是覺得說哇靠 再差一點點 那手機掉了是沒關係 裡面的東西很多 哈哈哈 你說裡面的性愛影片嗎 不是 很多戴著面具的性愛影片 怕流到市面上 哈哈哈 對啊 他們有時候蠻危險的 像老友有跟我們說 不要背那個扣的包包 嗯 我們不是用插扣的腰包 哦 你說背帶是插扣的 對 他說盡量不要 因為他們一解就開了 哦一解整個包包就抽中了 嗯 嗯 還是要注意的 都是要小心 我整天都是包包 這樣子沒很近 然後我都夾著 因為我們去這個日本去習慣了 對 沒有那麼有戒心 沒錯 不是每一個國家都這麼乾淨 這麼守規矩 對啊 治安這麼好 但就真的要小心 他導遊是說 台灣的護照是很值錢的 哎 我們免簽一百多國啊 對啊 真的 很好用的啊 對 所以真的要保護好自己的護照 要保護好自己的護照 蔡宗翰 對不起 還好是在肉腐兜裡面 對啊 那這些都不重要啦 你們護照三小不重要啦 就不重要 他們行程後來就有去什麼 動物園嘛 然後什麼 夜市嘛 然後去那個百貨啦 我們有一整天是逛百貨的 逛百貨 還有outlet嘛 對 outlet是最後硬塞的 最後嘛 我覺得你想要快速 對 快速快速結束 喝酒啦 喝酒喝酒喝酒 那就有影片啊 夜店酒吧 啊那看影片就要看影片 哈哈哈哈 因為那講起來比較沒有那個 對 我們要看的是 我們要講的是 影片不太能播的 知性之旅的部分 不是啊 那一晚我在顧小孩啊 他們有去啊 你有去哦 來來來來來 那一晚我在飯店裡面想說 好好好 你們晚上就是喝酒嘛 夜店走走嘛 也不是這樣的啦 我們晚上通常是按摩 第一天晚上是按摩 第二天也是啊 按摩 第二天就開始有按摩 有喝酒跟 有的人去 有的人去了 有的人開始去 喝酒了 夜店了 我第四天才去 按摩超便宜耶 很便宜啊 蠻便宜的 超級 你說多少錢 300塊一個小時 超便宜耶 沒有我覺得不是便宜之外 它都按的不錯 很厲害 很少踩雷 你有做泰式的嗎 我沒有 我不喜歡被凹來凹去 他們在泰式 我跟你講 我覺得我好像付錢被人家毆打 泰式是凹來凹去 那真的太痛了 很像在打泰拳就對了 而且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有什麼泰式要求 他是把那個一個要求這樣 然後就在你背後這樣 棒棒棒 他要把那個藥 然後打到你身體 打進你身體 棒棒 那是打泰拳啊 欸可不可以看打泰拳 我本來想去看打泰拳 應該如果是合法的話 應該是合法 是合法的競技比賽 幫你問看看應該有 也不錯 對 有那個一路上 我還在賣泰拳的褲子 他們就跟我說你買給阿卡 對啊很酷 你看我想要 很帥耶 很帥耶 你要那個幹嘛 而且他們跟我說 你知道 抖音裡面有一個很像姐夫的人嗎 抖音很像我的人 憲哥在泰國人 你知道嗎 我們是 誰會看泰國的抖音 真的有一個抖音裡面 就泰國人很像你 真的嗎 對 然後他們就說 欸那你買給他 他就可以去假裝是他了 為什麼你要假裝是他 他叫什麼名字 他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搜尋一下 來知道的嗎 放下你抖音 你可以留言 五星啦 五星留言 五星好評留言 對 那時候抖音裡面的泰國人很像你 我看我要去模仿抖音的泰國人 那除了按摩之外咧 趕快趕快 除了喝酒 喝酒是喝了好幾天對不對 喝了兩天 兩個晚上 你們四個晚上嘛 前面兩天在按摩嘛 後面兩天在喝酒 對 我最後一天 你只喝一天 其他三天在顧孩子 對 有阿嬤啊 我不好 不好意思 對啊 不好意思 欸 不要不好意思 你不要不好意思講 沒有真的啦 我有一天晚上我沒有去 第三天晚上大家開始 各自散開的時候 但我沒有去 對 確定蔡龍翰不用護著老闆娘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啦 真的 然後我是最後 他給你小朋友 最後一天晚上想說 啊好想 就是他們前一天晚上去回來 我超好玩的 這樣 你說夜店很嗨啊 對 然後比較好 洗澡好好玩 都有 哈哈哈 都有 對對對 然後你說最後一天晚上 我要洗一下 我也好想去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媽媽 Eda 是可以嗎 然後我媽說好啊 那所以就是我們那天 行程一結束 我們就先帶小朋友回去 洗澡 對玩水 先帶我們去游泳 飯店玩水 對然後我就先把我媽送去按摩 哈哈哈哈 桑姐 先回桑姐 對 我說媽媽沒關係 我們剛才就好 你先去按摩 然後幫她預約好了 然後她先去按摩 先舒服一下 對對對 我們先顧小孩 然後陪他們游泳啊 洗澡啊 那我媽剛好回來 耶 對 然後就 就棒 出門嗨喔 真的耶 就是喝酒的那一段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所以沒有洗澡那一段 對 我沒參加到 哎呀 好了 最重要的 我們最後的時間 馬上進入正題了 誰要聽什麼官員之戰 聽什麼Dream War Who care 對對對 護照掉了 跟我PRECE 因為蔡川一直很賣官子 對嘛 她在那邊調我 我說你有去洗嗎 她就說有啊 我說全套嗎 她就說我不告訴你 等一下 Podcast聊 可以趕快嗎 Podcast來讓佛姐來拷問一下 第三天晚上 關於第三天晚上泰國瑜之旅 大家聽完這個 阿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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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哥的這個 分享之後 大家心癢癢啊 來來 讓你發問 讓你挖一下 請問 嘿 請問是 是馬殺雞還是泰國瑜 哦 我們有聽過阿賢的介紹之後 我們就決定 因為時間不多 可能只能去一個晚上 要去無存期這樣 不能二一三二 對不對 只能夠 如果又泰國瑜又按摩 那我們就要選一個 嗯 只能選一個 是年紀大了 沒體力啦 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店啊 沒時間啊 我們沒辦法去這麼多間店啊 年紀大了沒體力啊 就連續刷空就好啦 欸 他們只開到12點 他只開到12點 現在只開到12點 疫情後只開到 都只開到12點 啊 太可惜了 他不像之前會開到凌晨 還記得 9點的時候說 趕快出發 趕快出發 你要跟他說 不會花太多時間 不用啦 所以你們9點才出發 疫情後 很多間店 他都開始可以用Line 做聯繫 哦 先預約 很聰明耶 很聰明耶 不錯耶 對 所以Line也可以線上挑小姐 也可以 他 他說我現場提供了這位 這位 這位 這樣 他就會給一些他的 應該算官方照片 官方照理說修圖修很大的照片 然後我有聽到他們在講 然後佳麟說我想要1號 然後之後就去看看再知道啦 那個照片都 都照片片了 所以洪佳麟有跟去 有 洪佳麟有跟去 來來來 你們泰國御團 對 那一車那兩車裡面有誰 兩車 有我 佳麟 哎呦 大舅舅 哎呦 大舅媽 然後咧 禁玉 禁玉啊 早前禁玉喔 雲琪 哎呦 還有6個喔 還有一個跟我們同行的 有人 男性有人 七位 七位 哦七位粉啦 你們同一個房間的 對 就你們那個房間的對不對 對對對 就剛好是我們那一整個房間的 對 難得不 一定要洗一下的啊 對 就只有小九九小舅媽沒去 是嗎 對 因為小九九小舅媽幫我們顧米寶 好感人喔 他帶米寶去嗨 謝謝謝謝謝謝 去蹦肚 真的啊 他們帶去夜店 啊對 然後米寶在夜店睡著對不對 就把他送回來 然後他們再去 哈哈 笑鼠 好酷喔 米寶好顧到他可以在夜店睡著 真的耶 哇靠 董事董事董事好催眠喔 對 好催眠 就七個人 然後就先LINE 然後後來就找到一間 他應該是偏按摩 他也是以按摩為主 是 然後他可以接受就是情侶 就夫妻 然後也可以接受女生 按女生的也可以 對 因為很多店店他可能只有男生嘛 對 所以我們要找就是我們一群七個人 大家都可以一起去玩的 男女都有的 對對對 就找到這一間 可以按夫妻一起去按 對 按女生也可以 都有的 偏按摩的 對 然後我們就出發我們就去了 好 那那間店是怎麼選的 啊你介紹你的嗎 還是一壺大大看的 都不是 不是 導遊介紹的 也不是 也不是 我可以講嗎 你可以講啊 不行再剪掉啊 耶能介紹的 那絕對可以播啊 沒問題啊 耶能剛 因為他好像自己有那種發 你自己有發 耶能自己有發 對對對 你自己有發了 我有看到 我記得 他好像現在正在 對啊 他就是這幾天去啊 他做的功課 對對對 他有做功課 他有做功課 有推薦 然後我就想說 那不然我們就去試試 然後因為他Line回得很快 你說他 那客服回得很快 對對對 其實他今天都愛回不回 所以就很難問 就那一間回得很快 我們就去那一間 就先問他什麼 可不可以按 然後價格 價格 他網路上都可以看 然後是問他 可不可以按女生 跟按情侶 確定這兩件事情 然後也可以先 線上挑小姐 他有給我一堆照片 照片 但因為我覺得就是 緊供參考 緊供參考 那不如去現場看 比較實際 那那些照片應該還留在你的Line裡面 有 那那些應該就是公開的資訊吧 算是 不然我們稍打碼 擷取 翻設置 蔡莊和手機 這樣就好了 換記者不就這樣搞 我想知道的是 那時候 你們就知道他可以做 就是知性的服務了嗎 知道 知道 因為那間店 他就是主打這個 按摩之後 後面可以弄 知性服務 他就是可以的 我們前面就已經聊過了 誰是真的洗澡 誰去真的按摩 所以我想知道 然後你們去那邊了 因為這次還有女生 就比較多變化 對 這是好精采 好多批喔 然後我們進去之後 我們一下車 很酷喔 我們一下車地點的門口 他在一個巷子裡面 那個路口 就是那個大麻的店 超大麻的 我們一下車 整個都是大麻的店 好嗨喔 超臭的 你就先吸啊 二手麻 先二手麻 會比較嗨一點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想說拍個片 我就訪問一下大家 大家都非常的緊張 第一次很緊張 我懂這種感覺 對不對 因為你有跟阿恆體驗過 所以你比較嗨 對對對 我們看影片就會知道 他是很嗨的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一起 就走進那個巷子裡面 然後很有趣的是 我們走到那間店的時候 準備要打開門喔 結果裡面就有一個小姐就出來 然後她就用英文跟我們說 這個是特別的按摩 提醒 因為她以為我們是要 我們是要去做那種腳底按摩 因為有男有女 對對對 然後我們有一群七個人 然後她就說是特別的按摩 是特別的按摩 對對對 然後我就說OK 當然 她有說 她要再強大一次特別的 然後Sex 她還講了一個Sex I hate my friend You know I hate 先不下來 I hate my friend 對 我就跟她說沒問題 我們就是要來體驗 OK 然後她整個就很開心 然後她說來來 歡迎歡迎 歡迎歡迎 你沒有跟她說你有Line了嗎 有 我有跟她說我剛有Line I提過 I booking I already booking I already booking 我有問過 然後就請我們進去 然後進去之後 她就有一個大廳 然後再到一個有點像 拉 拉比 挑小姐的地方 挑小姐的地方 又是金魚缸那種 不是不是不是 她就是一個很像一般的客廳 你們有拍到嗎 那裡不能拍 不能拍 就她一個櫃台進去一個客廳 然後客廳就有兩張大沙發 然後跟兩個茶几 你就坐在沙發上 然後她就會把小姐叫出來 帶出來 在你面前 一排 就站一排 人家去酒店站一排要挑小姐 真的欸 你自己挑欸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跟她說 我們有兩個女生 一個是男生 一個是single的 那剩下我們兩 有兩對 對是couple 所以你們有1 2 3 4 5個 要叫5個小姐 1 2 3 4 5 5個小姐 要5個小姐 對 然後那時候她就叫小姐出來 結果一聽到說 欸我們有兩個是couple 因為她那時候以為我們全部都分開 然後她就跟我說 欸只有其中幾個 她就點了幾個人 就說這些是for couple 跟girl 喔 okok 所以我才知道她那十幾個人裡面 不是每個人她都可以服務所有的人 了解 她就有限定那時候就有兩個女生 她只能服務couple跟女生 就只有兩個女生 啊那你們就剩下就只要猜拳 就一人挑一個而已啊 對啊因為剩下 沒有我們女生兩個 couple兩個 所以其實應該要四個女生 對啊不夠 反正的時候現場只有兩個 怎麼辦呢 對對然後她就說 沒關係沒關係 他們現在上面還有兩個 正準備要下樓 剛服務完 喔剛服務完 喔馬上接啦 很辛苦啦很辛苦啦 對對對 然後因為一開始 我跟佳玲還有大舅媽 我們都同時看上了同一個女生 怎麼辦 蛤 她為什麼看上她長怎樣 她就是那裡面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那天晚上 頭髮長長眼睛大大很像姑姑 你很懂 白白的 白泰的 偏白 哪一大嗎哪一大嗎 哪一大嗎 哪一大嗎 風滿 風滿 對然後身材蠻瘦的 OK 有腰有屁股 喔 誰沒腰誰BBQ 沒有有些可能 我們腰比較沒有 好 來來來 結果一問老闆 老闆那個老闆娘她就說 這個只服務男生 哎呀 那便宜到另外一個了 這樣只有誰 就是那個友人 對 然後我們就立刻跟那個友人說 那就你的啦 我幹 你們該把它塞進去 服務新狗男 對 就是她了 他也OK 對 我們早知道都不去什麼 官員指導 你是在那邊嘴炮 對啊 不是你到時候去 也是你沒跟你去 你也沒辦法啊 是嗎 對啊 他也沒辦法選 沒關係 各挑一個進來 你一個我一個誰要 你不要那麼辛苦按兩個 一個一個 我們進去同一張房間就好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就給他 就給他 因為我們應該說 所有人都覺得 那個就是最漂亮的 我也看過影片真的很漂亮 哈哈哈哈 我一樣看 真的 所以那時候一跟他說 是 那個男性有人就笑笑說 OK OK啊 沒有沒有他就說 我很委屈 但是我說 OKOK 只有我可以了 不能錄影 他那個笑容 是我認識他 看過最燦爛的笑容 真的喔 那我是不客氣喔 你學的很強 因為一開始我們不知道有分的時候 他還說沒關係 你們 你們先選 我挑你們剩下的 對對對 我最後再挑就好 沒關係沒關係 就一知道說 那個我們不能挑 哇那個 笑到天堂去 嘴裂浪 嘴裂浪 然後就決定就說 好那就讓他先帶走 他就先去處理 他們就先去忙 先處理 然後因為剩下那兩個女生 嘉玲跟大舅媽跟我 其實都 沒辦法挑 挑不下去是 不想要按 挑不下去 那怎麼辦 那時候他想說 那還慘耶 還是我們換一間店 對啊 那一個人就被帶走了 你朋友被帶走了 對啊 沒關係他又爽到就好 我們換一間 對啊 中國人 可以電話聯絡 還有時間 然後那個老闆人就說 沒關係 那兩個真的快下來 另外兩個 他就叫我們等一下 等一下 好獲勝 對對對 他們想說好吧 那就等一下好了 因為那兩個也是剛剛人家挑勝 你挑上的 你在邏輯很好 沒水準耶 但是在等的同時 我們也同時問了金玉跟雲琦 對 因為等於變成那兩個 就是他們選了 對啊 所以要顧及一下他們的感受 我們OK嗎 對對對 就金玉跟雲琦都說OK 沒問題 因為其實女生跟女生 真的也不能幹嘛 而且金玉還直接挑上了一個 嘿 他就說那個奶超大 我要那個 哈哈哈 我跟你講要是我也會選這個 總監董喔 總監董喔 我就要找平常遇不到的啊 就要買那麼大的啊 他那個真是大到 你會覺得 是啊 但應該是做的吧 他的那個是真的 喔好猛喔 怎麼會知道 他有抓了 後來有問 後來有 後來有聊 對對對 是 然後他那個 因為他衣服穿得很露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 好像只遮住那兩點吧 他現在就都外露在外面 是是是 對對對 那就是因為那個 就是臉 我跟嘉玲跟大舅媽 我覺得 就吃不下去 臉不是你們的菜 不能點 但奶不錯 身材不錯 對剩下兩個都是身材好 但臉蛋我們吃不下去 可惜 但是對女生而言 我覺得我在乎就是身材好 因為他如果要用奶嚕我們的話 我至少覺得這沐浴球比較大顆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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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等了 那其實也等沒多久喔 大概不到十分鐘 所以他才叫你要留下來 對對 就其中一個就下來 喔 漂亮 漂亮 難怪在忙 對對對 但那時候想說 那就先讓大舅舅大舅媽 好 讓給他們長輩長輩 對對對 然後大舅媽也說 欸這個他OK 可以 但大舅舅呢 大舅舅那時候那個過程啊 他一直表達出那種 蛤這些我都吃不下去 我都沒辦法 幹嘛 你又給我假笑 你又給我假笑 他一直 大舅舅真的沒辦法欸 沒有我跟你說 大舅舅很挑 很挑 真的 他一直以來 他的女朋友都蠻正的 然後胸部就 不是 他女朋友跟付錢 那是兩回事 對 可能他個人很挑 我覺得啦 喔 應該他現場給我也是這種感覺 對啊 因為他想要的被那個 男性有人挑走 那個最漂亮 他也覺得他沒辦法 那也可以不行 他就什麼都沒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才想說還是換間店 整間店你都沒辦法 對啊 不要因為大舅媽在旁邊那邊 因為大舅媽覺得OK 然後大舅就說好 那就走 走 他們就去了 然後我跟佳玲就繼續 等下一個 等下一個 對 然後因為 靜玉跟雲琦的也確定了嘛 那說那不然你們也 你們就先去付錢 因為他要先付錢 再上樓 我想問多少錢 喔 多少錢 我看一下 有漲一點點 但基本上沒有差太多 也還不到三千 大概是兩千多 對 他有分 我這次才知道 就是像男生的價格 像那個Single單身的男生 他是兩千 兩千 很便宜耶 兩千三 最漂亮的 他有分四十分鐘 六十分鐘跟九十分鐘 這三個set 然後我們都挑 四十分鐘 六十分鐘多少錢 六十分鐘 兩千五 那幹嘛不六十分鐘 我那時候就一直跟大家說 我們就選一個小時 你沒用完其實也沒關係 對啊 你以為撐得到 因為我們都來按摩了 不如就讓他好好按一下 不要趕嘛 這樣四十分鐘 我要前面再脫衣服 洗澡什麼弄一弄 而且如果按兩個分 一半時間 一個只有二十分鐘 對啊 然後阿很有推薦要那個浴缸的嘛 對 所以你要好好洗澡啊 是 四十分搞屁啊 沒有就他們沒有經驗啦 他有經驗 他已經分錢 他有推薦啊 所有人都選四十 什麼 那就四十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六十分鐘 九十分鐘 九十分鐘兩千七 差了幾百塊 那也沒多少錢 差兩三百而已 一定是九十分耶 六十也不用選 對啊 不是我買九十分鐘 你最後我沒有用到 你回去休息我也爽 對嘛 我跟你聊天都爽 這個台灣人的霸氣 就要拿出來 而且我講的是 有浴缸的房間 如果你只是shower 沒有沒有那不是最頂 中間 如果你只是shower 就淋浴的那一種 是 四十分鐘只要兩千 好便宜耶 都差兩三百 兩三百這樣而已耶 這個疲漏錢很難賺 shower的話 那就真的是洗個澡 洗個事前澡 對 他就是幫你拿出那個聯盟筒 沖一沖 吃結雞腰 哈哈哈 不是雞腰 吃快吃減餐耶 得到數耶 對啊得到數 那他還有一個特別是一百二十分鐘 兩小時的 四千五 為什麼貴那麼多 這感覺CP值就比較好 因為他一百二十分鐘的 只能配到他最頂的全景套房 那間店啦 那間店 但是他不分小姐的數值 對 反正就是這一些 然後他只看時間跟房型 跟房型 就是看你一定要的哪個房型 運氣運氣耶 剛好那個漂亮的有空 對 對就是你去的那個時間點 他服務完這樣 所以很有獎了嘛 什麼哪個時間點去最好 中午過後 中午過後 對 早上紅牌也還沒來 對 對不對 然後吃飽 趕快去 下午趕快去 那時候大家去觀光 沒有空 那晚上 他可能累了 有點累了 有點累就會降氣 也累了 要準備下班 喔耶 午飯吃完趕快去 趕快去 對 對嘛 對 沒聽阿喊的話 久一點多才去 白天有行程啊 不好意思 來不及 按一個跟按兩個 是錢是一樣的 喔 他如果你是一個 應該說剛剛講都是一個 一個人的錢 對 然後他的價目表上有一個 叫做 Extra Girl 額外的女孩 多一個女孩 多一個 1800 喔 是 欸不對啊 那像你們Couple這個錢也是一樣嗎 喔 Couple是不一樣的錢 Couple我剛剛講的都是單人 一個人 對 女生也是這個價錢 女生的話就是單人的這個價錢 加一千塊 喔 女生比較貴喔 女生反而比較貴 這不划算耶 你看啊 我單人是兩千三 再加一千 這樣三千三耶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啊為什麼 沒關係 如果有知道 金玉跟雲琦有跟你分享嗎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你想都知道了 怎樣 女生去就不會弄嗎 我要花力氣 在那邊按你按了你按 按半天按了一個小時 對耶 但他媽的男生 我把你弄一弄就好了 對耶 是這樣嗎 我把你比較輕鬆一點 其實你講的很有道理 他那按摩是很累的 所以那一千塊是 挪來按摩的事情 體力活 沒有我去外面按摩 只要三百塊 對啊 我是脫包 我脫包 外面的奶有那麼大嗎 你尊重一下專業好不好 好 對啦畢竟有沐浴球啊 對嘛你看 前幾次對不對 弄不弄都出來了 賠錢 太貴了我覺得三千三太貴了 女生反而貴 女生就多一千塊 對啊 所以羅靖昱跟雲琦有跟你講 是三千三的價格 他們就是多一千塊的價格 他也有分享這樣 有有有 好那我等一下聽 然後如果是Couple Couple的話這間店他只給浴缸的房間 就你不能選宵兒 你不能用最便宜的房間 你就只能選浴缸的房間 一起泡 他有浴缸的話 一個女生四十分鐘 五千六 Couple很貴 很貴 等於兩倍 對 他服務兩個人 超過五千六是兩千八 然後 如果你選兩個女生 一樣四十分鐘 六千六 一定要加一千塊 對啊 要是我們我也加錢 加四個人 然後九 你就四批喔 對啊 當然啊 才差 你忘記我現場只有四個女生可以選 對齁 我已經沒了 他前面還有一個限制在 太晚去了 沒得選了 可惜啦 不然一定要選兩個Girl了吧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有看到幾個人 他感覺就是要下班了 有點厭 所以已經換正常的服裝 他就不是穿很厭 就已經拿著包包抓出去了 怎麼又來了 對 所以後來我們也是選四十分鐘 好吧 然後一個女生就五千六百塊 重頭戲快點 來來來 裡面 你跟洪佳玲進去然後呢 講你們的先講你們的 你們進去了 我補一個 因為我們那時候因為要等 就等一等之後他就跟我們說 他幫我們免費升等全景套房 哦 就是那個一百二十分鐘的那個 對 然後因為那整間店就只有那一個套房 剛好哦 對 好爽哦 然後那套房我有拍起來之後可以去影片看 哎唷有看到 對 很大 真的啊 它就是一個很大的按摩浴缸 然後雙人床 然後重點是它還有一些南洋造景 對對對 很美耶 很像Vila那種 北投的那個泡湯的湯屋 高級的湯屋 高級的 浴缸很大哦 它的整個天花板都是玻璃 很美耶 然後旁邊也都是一整面大片落地窗 嘿 就是如果你那個窗簾不拉下來 是 你就是裡面外面大家互相看 大家一起看 哇好刺激好棒哦 有一些人喜歡這種系列 對然後它就在頂樓 所以view就很好 哎唷 對 深等了 好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進去了 我們後來挑到那個女生也是漂亮的 就最後一個下來的那個 就感覺她衣服都還沒穿 馬上又要送 好啦 最後一個 最後一攤 然後我們就上去了 嗯 然後上去之後 因為房間太漂亮 我們就還先請那小姐幫我們拍個照 哈哈 你只有40分 你快一點啊 你只有40分鐘 你拍完照 你剩30分鐘了 可能因為foto 對 就拍個紀念的照片這樣 幫你們拍 對幫我們拍 因為我有問她說 欸可不可以拍 一攤一攤 就可不可以拍整個過程 然後我給你小費什麼 她說不行不行不行 哦 對 但有我們的男性有人有 欸有問到 其實這個進去的時候 拍不拍你就是讓那個小姐同意 自己覺得好 對你就自己問她 多少錢小費你願意拍 然後拍到什麼程度 嗯 比如說我就拍我自己 哦 就我不拍她但我拍我的表情 哦那ok不要拍到我自己 然後說欸你不要拍到我的臉就好 嗯 啊也可以 啊有的說欸沒關係就讓你拍 哦也是有 你錢給大衛 她同意就讓你拍 反正她是為了賺錢嗎 因為像我們在樓下的時候 在那個付錢的那個地方 嗯 一開始她說可以拍 嗯 所以我就有拍了一點點 對 但是在挑小姐那邊 她就有明確告訴你說 不能拍 就是不能拍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問她 然後她說不行不行 這邊不行 啊進去就是看小姐了 對進去完全就看小姐 我們每個人 每個人都有問 是 然後像雲淇的一開始是不能拍 嗯 但是結束之後呢 雲淇還跟那個小姐合照 蛤 蛤 所以就是過程不能拍啊 雲淇讓她很愉快嗎 雲淇那一段也是蠻精彩的 喔耶 快點啦 不要在那邊賣光子 所以你們的部分在拍到什麼程度 我們拍自己而已 我們是拍自己 然後跟就是我們在拍一小段的時候 她有靠過來就露出她的手 她就說欸這個手是可以的 然後拍到她 側面 側面 側面一點點 喔呦 不要看到正面就好 正面就好 中間過程她其實是不給拍的 喔 她也沒有很強硬 她只說啊不要啦 什麼什麼就塞奶跟你說不要 她就沒有拍嘛 就沒有吧 所以你跟洪嘉玲拍完照以後 然後呢 就脫衣服了嗎 她怎麼幫你服務 她就請我們脫衣服了 自己脫 自己脫 然後她也自己脫 喔耶 所以三個人是全裸 喔耶 這時候就三個人都是全裸 當然洗澡不全裸 幹嘛穿雪衣啊 這是一個很奇妙的經驗 就是你跟你老公跟另外一個女人 她全裸 這類三批啊 是類三批啊 好酷喔 然後呢 然後脫完衣服之後 因為旁邊的浴缸已經在放水了 有個大浴缸 然後就請我們就兩個一起走到浴缸 是 然後你進到浴缸的時候 她會很lady 應該說服務很好 她會服著你進浴缸 小心都不要滑倒喔 兩個人都會服這樣 兩個人都會服 服老二嗎 沒有服我們的手 服我們的手 我說有flower嗎 哈哈哈 旁邊有些造型 很爛 有flower啊 有flower裡有flower 所以就兩個都服進去 對我們就進去了 然後就問你水溫啊 什麼怎麼樣 然後其實我們就泡到那個水裡面 三個人一起泡著 都很正常 只有我跟佳玲泡著 先泡著 然後她沒泡 她沒有泡 她就在弄她給洗什麼 後面的 沐浴乳啊什麼的 泡泡啊什麼的 沒有就沐浴乳 就沒有泡泡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泰國浴 哦 所以她那個只是要幫你把身體洗乾淨 洗乾淨 洗乾淨就好 然後她就開始把手上抹那個沐浴乳 對 然後就先幫佳玲洗 嗯 對然後她幫佳玲洗之前 她還問我說 欸OK嗎 喔她現在要幫佳玲洗 很專業啊 對對對 她是很客氣的 她就問說可以幫她洗 我說欸OKOKOK 然後她就幫她 到這邊佳玲的反應 她從一開始進去就是很興奮了嗎 她一開始是很緊張 緊張 對然後因為她也不知道到底 會發生對方什麼事 然後我說 我說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沒這樣洗 我也是聽阿仁講的 她一直問我 我說我怎麼知道 你以為我是阿仁講的 我聽阿仁講的 一開始脫衣服的時候她說 那內褲要脫嗎 然後我想說 嗯 廢話 要洗澡就要脫內褲 她是有點緊張的 對對對 第一次嘛 然後到洗的時候 真的洗 她那個手一上去 佳玲就喔 舒服啊 所以洪佳玲是坐在浴缸 然後她這樣幫她推什麼的 就她我們都是正對那個女生 對 然後她就直接就從 面對面 胸口就開始搓 喔真的阿 然後就開始洗 用她的奶 沒有沒有沒有用手 一開始用手 她就用手 對她就幫你洗 是 然後因為她的手法非常的柔軟 很舒服啊 因為後來她洗我嘛 就是喔她 那個觸感非常好 太陽之手 太陽之手 那個真的好厲害 就是非常的柔 然後因為那個沐浴乳滑滑的嘛 就非常舒服 還有 然後那時候你不會有一種 那種琴瑟的感覺 就是覺得很享受 對很享受 有人在幫你洗澡 對 然後她先洗洗佳玲嘛 然後洗完胸口之後 就會慢慢洗 下體 洗到肚子 然後就洗到下體 然後洗到下體的時候 她就問佳玲說 欸我ok嗎 我要來洗囉 喔喔喔喔喔喔 他都會問啦 對很專業啦 對 因為要觸碰到私密部位了 我可以幫你處理了嗎 是是是 她都會問一下這樣子 那佳玲 Sure 沒有佳玲因為她英文沒那麼好 聽不懂 所以我要及時 幫她翻譯一下 對 對 接下來她就要準備洗 重點了 很快 下面了 但我覺得這邊 這邊的話不重要一個 就是從這時候開始 我一直笑場 為什麼 因為 她的手一下去那一剎那 那個女孩就叫了 你說誰 那個小姐就叫了 那個小姐就叫了 等一下 這麼專業你笑場 你有沒有良心 這跟阿海的笑場是一樣的 對啊 你懂阿海的感覺了 但是就是 欸 發生什麼事 怎麼了 你摸她怎麼你自己在叫 等一下 所以 她現在是摸洪佳玲 對她在摸 她都還沒有碰到我 然後洪佳玲沒有叫自己 洪佳玲也沒有叫 那洪佳玲有很關於的感覺嗎 沒有沒有沒有 她是看我 我說你幹嘛笑 我說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她才剛摸到你 她自己就叫了 還是你現在已經很high了 我還問她問洪佳玲 然後咧 她這樣叫一叫雖然很好笑 但其實那個欲望就好像 欸有一點被調起來 喔 要進入狀況了 對對對 所以我這時候好像有點進入狀況了 所以我也去幫洪佳玲戳一下 這就是要披了嘛 喔真的欸 欸有感覺了 對對對 因為她身上就很多那個沐浴爐 沐浴爐 對對對 所以我也去幫她抹一抹這樣 喔 妳保兔吧又不在了 情趣的部分這樣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她洗完下體之後 是 她洗得蠻乾淨的喔 哈哈 洗蠻久的是不是 對對對 然後洗完之後 基本上洪佳玲這一part就結束了 洗澡這一part就結束了 對 然後 不是啊洗你啊 還要洗你下體啦 對對對 然後她一樣要來我這邊的時候 就問洪佳玲 可不可以 問洪佳玲說我可不可以 欸專業 對對對 因為她洗佳玲的時候是問佳玲 對 那她洗我的時候也是問佳玲 欸 她可不可以碰我這樣 可不可以洗你老公啊 對對對 然後佳玲欸OKOKOK 然後她就一樣 就一樣先從 胸口 正面開始 差不多 那個手感 摸到我的胸口 欸也開始叫 然後我又笑 哈哈 沒禮貌啊 欸我覺得 蔡總汉真的沒禮貌啊 不是因為有點粗神 很粗細欸 那你笑的時候 她有很疑惑的看著你 沒有沒有沒有 又你是笑得她小啊 她很專業 專業專業 因為我不是笑得很彼次 就是笑得很開心那種 她可能覺得她很舒服啦 她覺得你很爽啦 對對對 對對對 然後這時候我就 把佳玲摟在 摟在我這邊 左右右半欸 佳玲也開始幫你了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她就 互相摸一下 親親 對對對 她一樣就洗到下體 洗到我的下體 有問嗎 也要問一下 一樣有問 就是好像到重點部位的時候 都會問一下 都會問一下 可以嗎 什麼我忘了 什麼 沒有啦 就是用嘴巴 只是要洗而已 對啊直接 Bloach out了嗎 沒有 她這時候先用手 用手 對她先用手 真的是在洗 真的在洗 然後她有把你 她還把你的那個 包皮翻開來洗 哇 龜頭 專業 真的欸 這健康教育要 對 包皮要流肌 對 裡面有一些聲 頸部的部位 龜頭頸部的部位 要喊洗乾淨 要洗乾淨 這不錯 衛生觀念 衛生觀念不錯 有聽嘎哥的Pakest 對對對 好 然後她洗完之後 就幫我們用水 幫我們沖乾 然後沖乾淨 我也以為就要去按摩囉 對啊 結果沒有 怎麼樣 她這時候又好像 抹了有點像潤滑還是什麼 反正她又用了 有點像第二回合 然後第二回合 然後第二回合她就在我們身上 抹那個滑滑的 像潤滑液的東西 然後開始用嘴巴 她用潤滑液塗在你們身上 然後用嘴巴幫你們舔嗎 那可食用性吧 應該是可以吃的吧 應該是可以吃的吧 她不會中毒吧 我太專業了吧 可是是舔嗎 舔 還是用小張允溪這樣 沒有就是用她的嘴巴舔 舌頭舔 你的部位很大片 她舔哪裡 好辛苦欸 她舔胸口 胸部 不是胸口 胸部 奶頭 舔 男女都有舔 男女都舔 哇 但她是重點不會舔 她不是所有的舔 比如說 比如說耳后 太陽穴 沒有舔到這樣 就是重點 會嗨的部分 冰那鼓的 還有冰那鼓的風 一根一根這樣掃 太辛苦了 太乾淨了吧 就是會有感覺的部分 會挑動你情欲的地方 對 舔胸部啊 奶頭啊 所以她在舔洪嘉玲 她在舔洪嘉玲的時候 也在摸我 喔 她很專業了 這5600可以啊 對啊 難怪 她的手一邊在挑動你 對 然後她的嘴巴就在忙 對 真的很專業 我那時候覺得 哇乾好辛苦 而且她剛忙完一直 對啊 喔 這真的是3P耶 只會跳將 然後她一樣在 就是在這種比較情欲的時刻 她都會配合她的叫聲 喔 所以後來已經 比較習慣一點了 已經沒有降氣了 就我就沒有在 在這樣 在笑 對 然後她就一樣舔完胸口之後 她就直接到 下體了 就也用嘴巴舔嗎 但不是泡在水裡 她潛水一下就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是會站起來 不然她可能要戴那個氧氣筒 然後瓦靜 這樣會有點出息 妳說她戴了瓦靜 還說欸 我有等了Quiz 然後就後面戴那個 就像人家 寫著下去 鋪鋼彎多大 鋪鋼2米 啵啵兩米森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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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還要叫喔 我笑到長短短 然後還要比手勢喔 不要堅持 我要上去 上去下去 我想說Paul在這裡 不行了不行要割喉 不行了不行我要上去了 我少講說他有請我們就坐到浴缸 沒有啦 我少講這個 好累喔 哇靠這也太辛苦了 還要有潛水證照 洗袋龜一定要有潛水證照 不然你不能當從業人員 很累啦 很累啦 趕快要5600 對啊 合理啦請一個潛水教練 指揮票價 你溺水他還可以救你 不用怕 因為他浴缸兩米 對 好來來來 做好做好 就進攻下體 你用嘴巴嗎 他就用嘴巴幫家琳 男女都是喔 他後來也有幫我 哇好偉大喔 他是男女都有的 很偉大欸 哇 對啊 辛苦欸 他在幫家琳的時候 他就還有跟我說 我可以一起 服務你老婆 比如說我要摸老婆或摸他 對 都可以 都可以喔 就是你開心你要摸誰都可以 然後這時候還跟我們講 他說今天來這邊就是要好好玩 然後他說你 他就跟家琳說你要開心 然後跟我說你也要開心 那這樣我也會很 他就說他也會很開心 哦 好感覺我想哭欸 對啊 他是服務業 服務業 真的是服務業太偉大了 真的啊 我到這邊完全沒有感受到什麼色情 對 有感受到這個偉大的泰國玉職人 在幫你服務 後來到床上的時候 他也在跟我們強調這次 他說你們一定要開心 一定要玩得開心 哦 因為他可能看家琳有點緊張啦 對 你們都好好地試很緊張 你們要開心 對 他有說你們要開心 平常要多弄 哈哈哈哈 又有聽話 有看出來 You are happy You are fucking her OK 對 More more 他被教訓 所以他就又服務我們兩個人 哇 對 然後服務完之後呢 他再用一次熱水幫我們就沖 清水 沖一沖 潤滑液沖掉 對對對 然後沖完之後呢 他就請我們 就離開那個浴缸 對 去床上 沒有沒有 離開浴缸之後 他再拿毛巾幫你把身體擦乾淨 對 他很忙耶 因為他一次都要Double耶 對 每次都要兩個 而且他中間喔 還有問我們說 我們有沒有抽菸 然後我們說 我們沒有 沒有 他就說那他可不可以抽 哈哈哈哈 你不是才40分鐘了 中間還要休息一下抽個菸這樣 然後他就 又去旁邊吸那個電子菸 吸個兩口 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很累 因為他剛忙啊 對 他媽的老娘都還沒休息 然後他又要再看手機 看那個時間 然後他又在那邊傳訊息什麼 然後他就說欸很忙耶 真的耶 因為他在時間內服務完你們啊 對 然後就幫我們兩個擦乾淨 擦乾淨之後 他就請我們就躺到床上 是 然後 躺到床上之後 然後 他就 先幫我們上游 喔 兩個人都上游 對對對 你不要忘記他們是按摩 對對對 他們是招計 他們是按摩 按摩 是正面還背面 背面 你們趴著 對我們趴著 背面 然後他就按 然後他一開始先按家裡 然後按按之後 他就突然跟我說 請我們兩個要睡分開一點 然後他就應該 應該是跪在 因為我趴著嘛 我看不到 他應該是跪在我們兩個中間 然後他就一手按摩我 一手按摩家裡 左右復活啊 左右開工欸 對啊 對 因為怕你晾在旁邊無聊 對啊 他就看這兩個一起 拿兩隻手這樣 對對對 所以是按背部嗎 還是按 按背部 背部正常的 但是這個按摩就是真的有點 只是 就摸一摸 摸一摸而已 摸一摸 他沒有什麼經絡啊 沒有什麼態勢 他就這樣子還有什麼 他一隻手指的能怎樣 你要求 我沒有 我沒有要求 我的意思是說 他感受就是 他都有潛水症狀了 你還想說怎樣 所以他就 就摸一摸之後 他就請我們翻正面 正面來了 來了啦 正面才是重點 但翻正面之後 他沒有上油 他沒有上油 正面就沒上油 對對對 要上潤滑 他意義上什麼油 沒有他也沒有上潤滑 也沒有 他這時候就 開始挑逗佳麟 喔 怎麼挑逗 想學 想學 他就是手跟口都用啊 然後上面下面都來 上面下面都來 洪佳麟好開心喔 洪佳麟很開心嗎 洪佳麟應該還蠻舒服 因為我老公都不幫我 都不弄我 他去親蜘蛛絲 還好 我有 李飛 李飛 這個要撿進去 要撿進去 洗澡 李飛說 我老佳麟說 我老公都不弄我 我來泰國花錢 請小姐幫我親蜘蛛絲 好爽喔 他說的喔 李飛說的 你沒有去嗎 你確定 我真的沒有去 可惡 所以他很爽 蠻開心的 蠻開心的 被服務啦 而且他因為 手跟口都有用嘛 然後像他用手 因為會有插入 喔 所以他也有問 可不可以 然後我們 有同意嘛 所以他就有用那個 紙套 對 喔有紙套 衛生 有用紙套 然後他就開始幫佳麟服務 然後在幫佳麟服務的時候 他就叫我要一起 就是他 他意思就是 不用在旁邊看 就是一起玩 跟你老爺 你幹嘛跟平常一樣啊 對 過來 老娘都招起 他 Touch your wife 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會想 忍不住多看兩眼神說 哇現在是 就是很特別 很特別 對對對 忍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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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要一起來玩 這樣才會開心 所以我就 那因為他在進攻佳麟的下面嘛 你就進攻上面 我就主打上方 比如說輕輕嘴啊 一上一下這樣 然後胸部啊 這樣 佳麟好嗨欸 怎麼都不想回來 真的欸 他根本就是女王欸 酷欸 對 然後我就會偷偷在耳朵旁邊問一下佳麟說 他他力不厲害 他力不厲害 他就說 他比你厲害 他就說 你多學著點 對 人家專業 認真看人家怎麼弄 看一下他的舌頭怎麼弄 然後因為看他的表情跟聽佳麟的聲音 就覺得 這應該厲害 可以 這個潛水教練厲害 厲害 是 對不對 然後他後來就讓佳麟非常的開心 然後呢 然後到最後那個點之後 你就高潮之後嗎 對高潮 我弄到高潮 哇靠這很難欸 好酷喔 蔡莊你多久沒把人家弄到高潮 有啦 不一定吧 蜘蛛思青完了嘛 對啊 蜘蛛思青完了 然後他服務完佳麟就又回到我身上 來來來來來 然後他這次回到我身上 他一樣又先問佳麟 喔不OK 然後佳麟也OK 對 然後就是應該是差不多的意思 他就一樣又先從胸部 對 然後一樣用嘴巴 對 然後這時候手可能也有在下面 嚕一下 嚕一下 這時候已經薄了嗎 這時候已經薄了 怎麼還不這樣還不薄啊 這時候不薄就有問題 太年快力生了 這薄番啊 薄起來了 然後他就會進攻到下面 對 他進攻到下面的時候 一樣又在問了佳麟 反正他就是一個很 都會問啊 一個感覺你會覺得服務很舒服 然後他就是什麼都會問你一下 是 很有禮貌 然後一樣就是 但這時候他沒有幫我到 我射出來 他就是有點像情慾上的 讓你更薄一點這樣 硬了尻了還不能射這很痛苦 不是啦應該是還有重頭戲啊 對 因為他就是要把你用到 好像 到那個感覺 很想很想很想 很想很想 對對對 然後他就問說 那現在要不要 對對對 但我覺得那個有點突然 我後來有在回想 是不是因為我們買40分鐘 所以他必須在 改時間 這個時間內要做下件事 因為你跟這時間過了 可能會來必須 就沒了 對他還有後面的服務要做 他還要抓說他大概多久 他怕你抽叉太久 對啊 對啦 然後這時候很有趣喔 他這時候問說 沒有他不是問 他先跟佳麟跟我就說 等一下如果sex的時候 我可以跟他 我也可以跟佳麟 就是兩個都可以 那如果我們會介意 可以我跟佳麟 他在旁邊幫忙 我記得他說那個help 他說 都可以 他可以幫忙 他也可以離開這個房間 讓你們兩個 因為你們被挑逗起來 你們兩個 這是一個不錯的服務 我覺得他那個整個 整個前戲就是在 幫我們兩個彼此挑逗 那個信譽 原本你要做的苦力活 別人幫你做 幹他 是錢花的珍珠 對啊 你老婆太賞了 沒錯 全部都挑起來之後 你們最後 對 各自都已經有一個 對 撿尾刀 對沒錯 後來我們就選擇 我們自己弄 因為弄他我也覺得 有點怪怪的 就是在那個情況下 有點怪怪的 然後我就選擇 我跟佳麟弄 然後我跟佳麟 我跟佳麟討論好說 請他留下來 因為我很想知道說 他幫我們 什麼幫 等一下 這也是一個系列 什麼系列 就是有人在弄 然後旁邊有人在看的系列 對啊 我那時候在想 你是在旁邊看 還是說他要幹嘛 要幫你吧 對 我就跟佳麟講說很好奇 我說我們可以請他留下來 然後佳麟也覺得好 OK 反正你是我們互弄 他要幹嘛 對 然後這時候 我就回答他說 我們自己可以 We fucking We sell You ourselves You help me You help me You can help me 留下來跟我們一起這樣子 然後他就問說 那你們需要戴套嗎 喔 他還有這樣特別問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們就開始了 然後開始弄的時候 我記得是先 先 我躺在下面 佳麟上來 佳麟上來 他騎你這樣 對 他騎我 等到齁 你們組的等到齁 抹過到泰國 等到第四天 抹五千幾塊 因為他先幫我 他等於先幫我吹 吹完我就是躺在那裡的那個姿勢 對 然後佳麟就上來 對 然後他就是真的這樣扶著佳麟 然後上到我身上 他幫他耶 這個幫 對 就是一個 擦服老人的概念 來來來 上來 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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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置 上來之後 他就又開始跟佳麟玩了 他又服務佳麟 對 他就服務佳麟 因為下半身在舒服 對對對 然後上半身他處理 對對對 哇 然後他這次還問我們 開不開心 當然開心 那你要回答是 I'm so happy這樣 對 這時候我手也有過去 我就有摸摸他 所以你同時可以摸兩個人耶 可以 哦 三批啊 對啊 因為三批就是這樣啊 這就是三批啊 應該就是這個意思 你又不是雙頭絨 你當然一次只能插一個 就插你老婆啊 對啊 然後你旁邊又可以玩第二個女生 那就是三批啊 對 對嘛 那渣男嘛 我以為你可以把持尊那個道德底線 我只玩我老婆 你還講什麼 如果 如果是一般正常的 比較道德感標準一點的男生 就服我老婆 我服我老婆 讓老婆開心就好 你要想看 我怎麼還顧著自己爽趣 哎哎哎哎哎 要不然你啊 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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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去搶洪佳麟就好 不要去搶那個女生 不是啊 洪佳麟可能也希望他去搶他那個女生 他老公搶別的女生 每個人的欲望不同啊 因為他中間還有說引導我去摸他之外 他也有引導佳麟去摸他 對 等於他是一個工具人的概念 工具人 他一個助性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在上面玩玩玩一下子之後 他還主動就說 現在要換姿勢 指導師 這個很棒耶 所以他的幫是這樣子 對 那時候又換了什麼姿勢 傳教室嗎 對 正常的 正常的姿勢 男上女下 對 男上女下 然後他這個姿勢他幫誰 還是嘉玲 主要是服務女生 對 他主要都是服務女生 很棒很棒 對 然後我們就一直到結束 我就用那個姿勢到結束這樣子 然後結束之後 他就一樣幫你 男生女生他都幫你查 幫你清一清 然後清完 你在忙的時候 他雖然在服務嘉玲 但他叫得非常賣 哈哈哈哈 這個 這就是什麼 白人在吃麵 你在幹嘛燙 而且很燙喔 很燙耶 真的 我真的不行耶 我中間一度都聽不到嘉玲的聲音 哈囉IQCV 哈囉 我應該沒有插錯洞吧 而且 欸不等等 旁邊那個那個 那個有點大聲 嘉玲玩得越嗨 他叫得越大聲 好專業 哇靠 有夠專業 他完全就是跟著你的那個情緒 在起伏那個節奏 不會出戲嗎 我覺得非常專業 好專業 對 好棒的體驗喔 你旁邊有一個 欸 對環道 沉浸室 有沒有想去體驗看看 所以後來 後來最後一顆射出來那一顆 他感覺高潮 是不是他高潮了 我都覺得他高潮 突然變成美聲天賴的 但是他的那個高潮 你會覺得他就是好像替我們兩個很開心 覺得喔 你們有 有體驗到 很開心的 你們兩個都開心的 是一種長輩 看到晚輩很開心的時候 終於弄了 那為什麼長輩要常把他們變化修 我聽你們PK這麼久 對 終於親眼看到你們弄 終於開心 我要PO 我要PO 為時好感動 謝謝 原來是老師的部分 恭喜恭喜恭喜 然後整個清潔完之後 他要 應該是還有時間 可能我就沒這麼久 所以還有一點時間 你說你們四小時十分鐘 對 那麼多事情 那麼多事情 真的真的真的 洗完你還有時間 他就又請我們再趴到那個 然後他又再幫我們稍微按摩一下 按到時間到這樣 然後沒有 按摩完之後 他就那個很快 就真的摸幾下而已 他就請我們到浴缸 然後再幫我們把整個身體清乾淨 摸浴乳摸一摸 然後清乾淨 然後再幫你擦乾淨 然後就請穿衣服 然後我們就離開 哇 哦 好棒的體驗驚嚇 我們好像過了一個一個 一個世紀一個 對啊 沒錯 其實很 40分鐘欸 很棒 因為後來我一直有在跟佳玲討論 是不是 你們事後有自己討論 對 我們都覺得 就是那個過程 他是很專業 然後就是 感覺就是在幫你們兩個夫妻住信 對 真的欸 我覺得就是真的省很多力氣 不會讓女生討厭 對 對不對 佳玲也是很享受在裡面 因為他也享受到了 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點 他其實掌握到 不要讓女生有不舒服的感覺 對對對 完全沒有 所以他都是一直問女生 嘿 因為我中間也會問佳玲 因為他其實花比較多的時間在 照顧女生 哦 他很懂欸 然後因為他佳玲英文不好嘛 那個女生都會常一直跟他講話 所以我就會一直幫佳玲 一直幫他搬 那我就順便問佳玲說 欸 你現在覺得OK嗎 舒服嗎 有沒有什麼要 說什麼 對對對 停 停 停什麼 摸摸摸 哈哈哈哈 林總啦 不應該太高開了 我先聽說 停什麼停 哈哈哈哈 停什麼停 所以就 他也玩得蠻開心的 哦 唯一的缺點 怎樣 應該要選60分鐘吧 哈哈哈哈 可是你剛剛好結束啦 我覺得是90分鐘 真的欸 沒有就是不要那麼趕啦 因為他前面有點在趕進度嘛 對對對 因為那個按摩完全就是真的就是抹油 乾淨度 然後抹兩下 搞不好你可以按久一點或洗久一點 對 或者洗久一點 因為他弄的時候你也不會那麼長 對 真的是花不了多久時間 欸那真的很難抓 很難抓你那個弄的時間 應該就平均值而已 人家專業的看就知道 對對對 這毛小子 差不多 然後留三分鐘我就可能給他面子 哈哈哈哈 還留太多後面還要再按兩下 沒錯 對不對 還要做時間 而且因為那個住信的感覺 就讓我跟嘉玲覺得 那一段在弄的過程 其實很開心 很開心 因為都被挑起那個 對就是會感覺好像 比平常弄的時候更high一些 對 而且還有導師在旁邊指導 因為你知道我們從小這種 性愛是不會有人指導的 而且是專業的 而且是專業的 直接教你 親身示範給你看 要這樣才會舒服 對嘛 然後我們一直在討論他那個手的那個 就是在撫摸你的 到底怎麼摸 就是很柔 嗯 要再去一次 要再去 再去學一下 對對對 有代號還是名字嗎 再去找老師 他叫 Kim K-A-M K-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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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 Kim 你這樣講完他又爆了耶 哪一間店呢 不知道哪一間店啊 可以講嗎 當然不行啊 不行啊 因為我們還要去 他說他22歲 不是24歲 不是同一嗎 同一 你都遇到22歲 都22歲 但你們其實被嚇套啦 你們走進去那個瞬間 已經大麻幫人出現了 從一開始的時候 你說那個入口 對 已經吸了一些 是 到那邊開始發作了 開始爽了 講到大麻其實 去到那邊其實對我來講 有點震驚 因為它不是我們習慣的東西 對啊 但我是最後一天去那一條 酒吧街 酒吧街 嗯 他路邊就像你賣魷魚一樣 嗯 那這樣行魷魚一樣 都是在賣大麻 好幾家 好幾攤子 然後各種 各種什麼糖果啊 然後一般的草啊 各式各樣這樣 對 然後香菸啊 他就 就是他已經多到讓你覺得 欸很正常 琳瑯蠻蠻的大麻周邊 就對了 對很多 他就合法的娛樂性大麻 對啊 對啊 就像你去逛夜市 在買香腸那種 對對對 真的就像他的擺設 就很像在賣香腸 賣魷魚 對要不要再吸啊 要不要吃一下啊 對對對 超普通的 然後路上整個都是那個味道 嗯 然後好像還有人在吸笑氣 笑氣 笑氣但那邊很合法嗎 整間店 整間店的人都在吸笑氣 台灣笑氣也不合法啊 對啊 就每人一顆氣球 然後 對對對 每個人都小丑 超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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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我來講 這也是很震撼的一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也不會抽菸啊 那還不一樣啊 不是 他是長得跟菸一模一樣啊 對啊 我不會啊 喔 我那時候說要買糖果給他吃 喔對 他跟我說要不然你吃糖果看看 我說沒關係啊 阿嘉琳感受怎麼樣 第一次吸的感覺怎麼樣 他嗎 對啊 他沒有吸啊 對啊 很難透耶 很難透 欸我想問 所以那同行的那一群人結束以後 大家都是很愉快的 很愉快嗎 喔 我們下樓之後 欸發現全部人都已經在了 因為你們最晚啊 對我們最晚合理啊 對 然後我就問說你們開心嗎 嗯 結果大九九跟大九媽說 欸我們20分鐘就結束了 怎麼可能 蛤 我說20分鐘 蛤 大九九太快了吧 第一個上去的是 我們那男性有人 對啊 然後我就說 所以你下來的時候 大九九他們已經在 他說對 蛤 我一開始以為大九九在開玩笑 真的 想說怎麼可能20分鐘 是 20分鐘他做 這麼多事情然後20分鐘 對 你們剛剛做那一些事情 才20分鐘做完 結果他說他下來的時候 大九九大九媽已經坐在那邊 休息了 蛤 那所以他們過程是 真的就是20分鐘 那所以是一樣發生一樣的事嗎 也花了5000多塊 也花了5000多塊 那他賠錢貨啊 對我也覺得他們沒有放鬆心情去 而且大九九給了1000的小費 真的假的 哇靠 我聽他們講的啊 是嗎 他花了6000多塊 20分鐘就出來了 他跟阿狠一樣要表現一開始 有沒有 這果然是韭菜啊 他有沒有聽我們阿狠這一集啊 應該是還沒聽 還沒聽 他沒跟我講他花了1000耶 沒有 因為我們後來有拍 這可以講嗎 有拍了影片 可以講他有同意的啊 我們有拍啊 對我們有拍了一個影片嘛 然後我就問拍影片的那個同心友人 我說那你給他多少小費 他願意拍 他說100 100塊 100就願意了 我們付200 對 因為我想我兩個人 我那時候只是單純想說 兩個人幫我付個200 對 只是剛好後來問發現 男性友人花100 然後我付200 對 但是大九九花了1000塊 什麼都沒拍到 對 什麼都沒弄到 是不是當下我們在那邊拍 然後我說200還100 然後大九九不敢說他付1000 有可能 在那邊嘴修啦 哇1000很多耶 對啊 那我想問你們有追問大九九 他們有走完你剛剛那一套流程嗎 對啊對啊對啊 20分鐘幹嘛 有我立刻就問他們 那剛剛你們到底在幹嘛 20分在幹嘛 就問了之後 其實幾乎一模一樣 蛤 他們應該就是有個SOP服務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問大九九說 那為什麼 這麼快 對 你最後到底多快 然後他就跟我說了 沒有 因為他說第一 因為像我們有跟他有交流 對 有一些對談 他說他從何到尾都沒跟 他們都沒有跟那女生講話 他們英文不好啦 不是 他說他就是弄不下去 大九九就說他就是弄不下去 不是弄啊 他前面都在幫你洗澡挑逗你而已 對啊 他說他就是沒感覺 所以他沒起來嗎 他就沒有要那個女生幫他太多 然後像譬如說 他說我們那個他有幫嘉玲 可能用嘴巴什麼 對 然後大九九好像都拒絕掉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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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丈夫 他說他說他都自己弄 弄那個大舅媽 所以20分鐘都在Focus在大舅媽身上 對不對 他就沒什麼弄 然後他說也沒有想跟他弄 然後就他跟大舅媽弄一弄 然後就結束就出來了 所以他有跟大舅媽弄一弄 有有有有 但是他這也是20分鐘結束 哈哈哈哈哈哈 大舅大舅你再覺得嘴秋啊 你在嘴秋啊 沒有大舅舅說他就是真的吃不下去啦 他就說那個 那個外表他就覺得不是他的菜 然後他就覺得沒有feel 那我覺得大舅舅以後就不要花這冤枉錢 對啊 對 那不然去日本有feel嗎 沒有 但是大舅媽 有一種意猶未盡的感覺 怎麼說 大舅媽一度還有就是覺得 那如果明天我們有時間 可以再來 可以再一起去另外一間看看 然後我們自己女生進去就好 沒有沒有他一樣跟大舅舅 只有大舅舅一起這樣 因為後來我有問大舅媽 大舅媽覺得 因為他第一次進去 他就覺得都不熟悉 對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有點放不開 有道理 那他現在知道可能要做什麼了 對 就知道了 他就覺得 反應 他說他自己腦子裡一直在想 他那個當下應該要做點什麼 對 沒做可惜 對啦 對 他們就一開始沒有聽阿賤罵 對 對啊 他就覺得可惜了 可惜了 可惜了 因為那個過程整個是會讓女生很舒服 對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很緊張或幹嘛的 像他們是拒絕了很多 可能人家要提供的服務 不用不用不用 他就不用 那我就進入下一個階段 對啊 男生你都不要 那我就服務女生 對 我會覺得大舅媽是這麼真心 是因為出發前我也有問他 然後他那時候就很緊張 然後一直問一直問 然後就是感覺他好像有一點害怕 對 但是結束之後他是覺得 欸可惜 可惜 什麼時候再來去一下 什麼 但沒有了嗎 隔天就沒有了 隔天就沒有了 哎呀難怪他在限動說他想再去泰國 啊謝謝姐姐帶我們去泰國啊 什麼時候啊 下一次什麼時候 絕對會想再去泰國的 姐夫再約 姐夫再約 所以就是卡在大九九 那我再問 那女生們自己獨立的女生 兩位女生也都OK嗎 云琦跟總監 女生我先說云琦的好了 因為云琦那邊 她問到不少資訊 後來我們才知道 她又在做業務交流 對 哈哈哈 可以不要先不要工作嗎 因為後來我們才知道 那一整間店 有服務女生跟Couple的小姐 不多嗎 都是Lesbian 哦 OKOK 都是女同志 哦很讚耶 那很懂喔 對啊 很厲害喔 所以她們只有女同志 會服務這兩個族群 哦 所以她們只要是異性戀的 就不會服務女生跟Couple 哦 所以服務你們的也是女同志 對 就她們整間店都是女同志 難怪懂女生要什麼 但我不知道其他店是不是 她說她們那間店都是 她跟云琦講的 她跟云琦講的 他們聊很多 他們聊很多 因為她還跟云琦聊 就是她的家鄉啊 然後她的年紀啊 邊服務邊聊 云琦的英文也是蠻好的 很好蠻好的 那兩位英文都蠻好的 後來我們都覺得 云琦可能是她的菜 她有加她LINE是不是 哦 沒有因為一開始不是說 云琦說要付小費 給她不給拍嗎 對 後來 云琦沒有付她小費 聊完了 他們還合照 然後她還有主動親了云琦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看那個照片 哦 他是正臉 就跟云琦兩個這樣疊在 像情侶這樣子拍 很開心的 自拍 拍了兩張 哇所以那一套 很棒啊 那一套云琦也走過了一套 對 對就是女生的他們也差不多 就同一套這樣 對 疑問的是這種重頭戲要怎麼取代呢 重頭戲就用手啊 只用手 他沒有其他的那些成人玩具 沒有沒有 就是用手 口手並用 對 然後因為他 他還一直跟云琦說 就是有機會 要再後來泰國 要再來找他 然後有時間 他想要教云琦怎麼洗澡 哈哈 我想說他們真的聊得很深入 交了一個好朋友啊 對啊 云琦是有開心的嗎 云琦也蠻開心的 也很開心 也開心 也開心就好 感覺女生去 會比男生開心 對 我也覺得 等一下羅靜鈺呢 靜鈺呢 來 羅靜鈺是我當下 因為後來有拍片嘛 我就跟他說 你剛剛感覺怎麼樣 就他居然第一時間反應是嬌羞 蛤 哎呦 真的假的 然後 打聲喔 哇 很久 也是被親了自助詞 有嗨喔 他就說 就是這樣嗎 他又在那邊給我打這種魔護眼 然後後來就說 那 0到100分你打幾分 幾分 他嬌羞了一下說 破百了 他萬年自助詞被清光光了 萬年自助詞 你又知道我叫萬年自助詞 因為他的那個 胸部真的很大 喔 要是我會選這種的 他挑最大的 對 因為他說他有問他說 可不可以戳戳看 當然 然後就是 是真的 是真的 但後來羅鈺鈺有說 他覺得 有一點空虛感 就是如果叫他再去 他可能不會想再去 怎麼說 因為他覺得雖然很開心 然後技巧也很好 他也嗨到 但終究不是男生 對沒錯 我可以理解 你知道嗎 雖然有點突然的難過 對 突然有一點難過 因為我就說 可是那個手指他那技巧 不是很好嗎 對 他說就是你知道那個 我可以理解 不是 你可以理解 對 因為到了最想要的時候 真的是需要一個真屌啊 我不是要塑膠屌 西膠屌 對啊 雖然很舒服 但還是要有溫度的屌 對 而且如果說 平常說像鍾翰他們這樣 是最好的 對 他們兩個又有感情基礎 對啊 然後又很開心 然後又可以就順利結合 對 然後到我們那後 就滿滿的慾望 沒辦法發現就 然後回到家裡 欸幹我還是單身 而且你知道 女生是沒有那個高潮 平常說設了以後 又回到CD時間 女生是沒有的 哎呀 女生這樣回去靜坐 哈哈 沖冷水 真的有點惆悵 對 而且他真的說回台灣 然後又有人幫他 對 而且他這樣講我也不知道回答 我也不能說 那不然我們下次再去玩 那也不對 因為就是空虛 對啊 對啊 就是有點幫不上 還是你對同志圈也有興趣 你可以涉略看看 哈哈哈哈 沒有但他就是最後不是男生 對啊 因為他不是同志朋友 如果是一個男的那也是很沾啊 啊 就是有點可惜 所以他care的不是有沒有感情 是 是男性跟女性的問題 一樣的想法 如果今天服務你們的換成一個男的 你可能就不會那麼開心 蛤 蛤 哈哈 不是我們就不是這個圈子的嘛 啊我們也不是那個圈子的啊 所以倒是 對啊 他在幫你服務得很好 非常你非常 然後到了最後那個moment 我還是想插個洞 對 哦 目前不論有沒有插個洞 他就會覺得說 啊 應該要是女生 有點可惜 因為我不是這個圈內 我不是圈內人啊 對 雖然你技巧很好 服務得很好 啊要推薦給Laura這樣 可惜 哈哈哈哈 欸 搞不好Laura早就玩過了 下一趟是Laura 然後這個大舅媽 我覺得我可以去啊 啊大舅媽 可以可以 突然可以去了 家裡一定有興趣的 你買60分鐘的 然後預備也要了吧 要要要 然後這個阿公 啊 阿公 阿公 阿公這次呢去哪了 阿公固定 在家裡喝滿久 我在拍片的時候 我就跟大姐說 我覺得這一趟我好對不起 阿公 對 因為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都好認真在拍片 對啊 拍什麼樂園 拍旅遊影片 吃飯 對 無聊 燒烤 阿公都已經暗示說他要 就是我們出錢 他要願意提供素材 他又會講日文 你可以出錢讓我去酒店 對 體驗一下回來跟大家分享 對嘛 可以來錄Podcast 這麼明顯的暗示了 而且我覺得你們真的太不應該了 不像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們的影片其實是老中青三代 跨越這個世代 你們就只顧著你們這個三四十歲 這個世代 你有沒有顧一下我們長五六歲 我們是營法族的長輩們 營法族一相體驗啊 對啊 嘿 對不對 也許他們對營法族又是不一樣的SOP 對啊 對啊 你看他會這樣扶著喔 表示怎麼樣 長輩也是OK 也可以 對 我多想帶我爸媽去 但我沒有爸媽 你們這些有爸媽的 而且你們爸媽也是想要去體驗的 我覺得我爸應該體驗過 你爸一定有體驗過 在中國的那時候 經商的時候 早就體驗過 他之前也非常喜歡去泰國 泰國啊 還有柬埔寨 所以下一次李伯 看你啦好不好 看我笑不笑孫子這樣嗎 對啊 而且好不容易帶阿嬤去 這個阿公不在 叫他顧小孩 你看多不像 等一下 要不要讓李伯的爸爸一起去 跟蔡宗翰一樣 什麼 蔡宗翰跟嘉玲一樣啊 爸媽一起進去 對啊 嚇我一跳 我嚇死我 我說阿公跟蔡宗翰一起進去 對啊我想說我們兩個 我也不要吧 還好不是說叫我帶阿公去 女婿跟丈人 太怪了 太怪了 太怪了吧 進去棒打老夫妻是醜 是李伯爸媽可以一起進去啊 應該可以 可以吧就是夫妻正常 對啊就是夫妻啊 就是夫妻啊 對啊 然後服務女生為主 因為他其實就是簡單的英文 你也不用什麼真的英文太好 不然比手畫腳其實也都知道 對啦 對啊 就那些嘛 非常棒的體驗 喔真的耶 我覺得我今天又開了一個眼界 我也是開了一個眼界 你們夫妻可以去 那有 他看著你說夫妻可以去 阿賢不是有介紹是日本人經營 然後裡面可能有日本的嗎 對對對 之前阿賢有說過 我們這次就是沒有去到阿賢推薦那間店 就是第二天原本想說要帶大舅媽去那裡走走 對對對 看看 結果被我們叫去喝酒 對結果叫去喝酒 喝什麼酒嗎 因為喝酒那邊又要拍 所以我 還怎麼拍啊 等一下我想說 喝酒你台灣也可以喝 你們回來台灣喝就好啊 這個東西只有泰國才有耶 泰國的那個喝酒真的蠻好玩的 對真的蠻好玩的 好啦我在看影片啊 我在看影片啊 但很難剪 聽說會很難剪因為很吵 很吵 音樂很大聲 合理合理 如果你在講什麼都聽不太到 只有幾段話可能知道在幹嘛這樣 完了 我不知道要給誰剪了完蛋了 慘了慘了 給阿倫好了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下次可以約阿倫去 阿倫 對啊 忘記阿倫 真的可以可以可以 單身的都可以去嘛 那我們那個男性有人體驗也不錯吧 欸沒有 蛤沒有 最漂亮的呢 因為這個男性有人 他其實 身經百戰 喔 小阿倫就對了 喔他可能是阿倫的師父師父 喔 這麼厲害 真的假的 是阿倫的師輩 搞不好他就銀湖大大 他早就體驗過了 對 所以他說他體驗過這麼多次 他覺得那邊有點太公式公犯 喔 又降氣了 他可能 對對他覺得好像少 可能少了一些情感交流 情感交流 又要情感交流 台灣男生這樣 他覺得他就是一套就是 SOP 要幹嘛要幹嘛要幹嘛 對 所以他中間 蔡商店中間有一派覺得他轉折的太快 因為時間嘛 也會趕時間嘛 就突然間 要做這件事情 喔 摸到一半 開始 突然A起來 然後開始漱口 準備要下一階段 要進入抽殺的環節了 對 You first or you first 40分鐘這件事情卡住 太短 對 不是才加200塊 下次就加了啦 對啊 就60分鐘了 沒錯 期待一下我們下次的泰國行啦 聽完自己就知道 我們下次去泰國 會帶誰 會拍什麼題材啦 是 我們這次還有去GoGo Bar 我們也有去GoGo Bar 喔 GoGo Bar那不足為奇了啦 我發現 疫情後的GoGo Bar 跟疫情前差很多 有比較認真就對了 不是 比較認真跳 變得不好玩了 怎麼說 因為之前 你還沒記得去那個地方 是 你就進去這間店 對 你也不一定要點東西 對 你可以坐著看 你要點你就點 你看看不喜歡就離開 對 現在沒有每一間店 你進去都要點東西 低消 喔 不能去看好玩的 對 所以只能一直喝可樂 我們喝啤酒 我們就喝啤酒 然後 那個小姐的素質 我覺得也比以前差 很厲害 可惜 但它不是一個區域 要很多間的 對 你們去很多間 我們就是按摩完之後 我們就 因為就在那個Nana附近 我們就走過去 然後因為 大九九他們也都沒去過 然後去看看 我們就想說去看看 然後就發現就是 我們去了三間 就都還好 還好 也都沒有拖 就是 以前不是都會拖嗎 對 就現在幾乎都沒拖 我們只有去到有一間 有拖 但有拖那間店 你就會覺得 它的素質更糟 更差 對 可惜 這也有可能是 因為他們現在是聖人模式的關係 哈哈 沒有沒有沒有 我隔天我有問導遊 導遊說 現在Nana不好玩了 喔 因為他說他也有朋友在那邊開 就是GoGo Bar 他說現在那邊 就只是想賺錢 喔 他就是反正什麼東西都要錢 然後什麼東西都比疫情錢漲價 了解 因為疫情那個 冷了一陣子吧 對 應該趕快賺錢 對 然後那邊現在都只玩到 只開到一點 以前是二四小時嗎 沒有以前會到三四點 三四點 現在就是完全都一點就結束 那最重要的是 導遊覺得GoGo Bar不好玩 那現在哪裡好玩 你很專業 我就跟你說 下次我們真的要約一團 然後叫那個導遊 帶我們去好玩 你很專業 對 哎呀 他說PATAYA PATAYA是不是啊 我護照調的那時候 他有說 看等一下要不要去PATAYA 馬上就可以去是 PATAYA開車很久欸 他說反正護照調啦 沒這麼多時間 他說差點就把你帶去PATAYA 是是是 所以才說整晚沒得睡啊 非常期待 非常棒的分享 很好很好 那陸續就會看到我們的影片會出來 對 像我們這樣是促進泰國觀光 還是不促進泰國觀光 當然是促進泰國觀光 其實我覺得正能 我們正面來思考 這對如果久沒有性生活的夫妻來說 是一個蠻好的治療 體驗欸 治療對喔 而且不用花你太多錢 對 你性侍房吃治療 對 有可能有的夫妻只能 一年只做兩次這種啊 就乾脆付一付機票 就飛過去玩家 那個開了之後 回來就不一樣囉 對啊 我們那個晚上 回到飯店之後 再一次 對 真的啊 我們洗了個澡之後 原本想說要去接米寶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有看起來 你看是不是開了 把這三年份的一次弄完啊 那回來以後有繼續開嗎 沒有沒有 回來就有小朋友 靠北 那又要多買機票去 那要再去 我跟你講我後來發現我不弄的原因 我真的找到了 就是小朋友沒了 喔 小朋友只要不在家 嘿 就OK 對 多找一點保姆 把那個小燕子接回來住 接來台北住 對 阿不是阿小燕子接來台北住 他們就住在一起 你們出去啊 對啊 對 你們回桃園 我發現沒有小朋友之後 我好像心中有一個疙瘩 就不見了 就沒了 然後就跟佳玲有一點 欸 道德加鎖沒了 最棒的如果還有一個老師在旁邊住心 更好 還會這樣扶著你 哈哈 對 好啦 那再讓大九九再去一次 也會開 沒有我覺得大九九現在還沒有開 開闊這個眼界 對他可能就是動嘴比較多 然後慢慢把他 他那個心魔要先過 對 太挑了啦太挑了 你們哪一個 每一個都跟大舅媽一樣 這很不可能 下次帶他去不要拍片 他可能就沒有那個包 對他就沒有那個心魔了 哦 就我們自己去 你們自己去 對對對 不管你們不用集合 對對對 你們就玩你們的 去吃宵夜啊 沒有要拍 也沒有要訪問你 都不會講 都不講了都不講了 他也許他一個人設 你們不能破壞他的人設 對對對 好 但是接到大九九的還是很開心 因為有一千塊的小費 哈哈哈哈 欸 那麼那麼好做生意 我什麼都不用做 下次他就不會 他今天只會給一百 要不要拍影片OK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太好笑了 好像聽起來 就是琴色的成分 其實沒有那麼重 欸 應該是說我覺得 不會讓人家不舒服 欸 最重要是女方 女生沒有不舒服的感覺 對對對 這次的體驗大部分的 欸 反而是女生 對 都不錯 他就是真的在服務你們夫妻 喔好讚喔 那間店傳給我 哈哈哈哈 你想約爸爸幣去 沒有我要自己去 爸爸幣不要去 要幹嘛 對啊 爸爸幣去應該跟大九九一樣好不好 對啊 對 沒關係 不要碰我 對 這樣我也很酷 而且他LINE回得很快 哈哈哈哈 很棒啊 很棒很棒 很讚很讚 陸續如果一些有的那個旅遊影片 在看我們的那個頻道啦 對 大家以後看到影片下面就會帶路說 今天是今天晚上去嗎 哈哈哈哈 你們今天去 第三喔 第三天晚上 對對對 第三喔 為什麼第三晚上的畫面不見了 對 大家都去忙 為什麼第四這麼累 獨立出來一隻啦 對 獨立出來一隻啦 非常開心的旅行 是的 很棒啦 你們下次什麼時候要出國 去哪裡 明年了嗎 泰國 沒有啊 越南 哈哈哈哈 不是啦我是說 同仁員工公司 我們是 六月嗎 六月 六月要去韓國 啊 要不然是泰國轉機 哈哈哈哈 轉機 轉機 往南飛然後再去韓國 你在地圖上面看過我們 飛過台灣 對啊 泰國轉機啊 哈哈哈哈 太好笑了 要轉一下嗎 越南我也想去 越南喔 對對對 我再研究一下 我們再研究一下 是越南的成人世界 哦 哦 講真的其實在這次還沒去泰國 我們很多同事是沒去過泰國的 哦 對 然後他們想像中的泰國 就是髒髒亂亂危險 哦 對 然後但是這次去完之後 大家都大改觀 人家泰國可是中立國 人家是沒有受到惡戰的那個 對 然後他們就覺得很棒 就是下次可以再去 尤其是雲奇跟靜玉 哈哈哈哈 靜玉可能沒有 還有大舅媽 靜玉需要一個半 是是是 而且泰國的物價都便宜 而且我覺得住飯店也便宜 對啦 偏 因為我們住的可能沒有便宜 哦 對但不錯 是 不是嘛這次都老闆娘 全程招待好 有車接送 住好飯店吃好的 跟自由行是不一樣 你不用在那邊塞車啦 對 擠地鐵啦 吃那個會繞賽路邊攤 體驗當然好 真的你應該帶我們去吃繞賽路邊攤 你知道最後一天晚上 我們全部去逛街的時候 然後小舅舅跟小舅媽 他們全部跑去一個 他們很開心說去那種當地的 市集這樣 路邊攤 然後吃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自己用翻譯 然後點了什麼再吃 然後到今天 我問到小舅媽 她還在冰冰彰彰彰 是啊 還在繞賽就對了 你知道今天已經會來幾天 對嘛 對嘛 去泰國的路邊攤就是你只能點一份 然後所有人吃 平均分攤 平均分攤 才不會 在那邊繞賽 沒錯 幾天還在 對嘛 你去體驗過 就知道 你們都吃好住好的 鑽車接送 包車上睡覺 有沒有那邊擠地鐵熱的鑰匙 趕快上車吹冷氣 沒錯 買完東西趕快放車上 那就爽嘛 下次我要去 哈哈 我說對不對 你就自由行一次就知道了 對 吵死了 好啦OK啦 以上分享到這邊了 那所有的後續就我們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是的 那期待下次我們的泰國行 期待期待 好啦聽完之後今天回去繼續加功課啦 加油 加油 好不好 我們下禮拜不代表本台立場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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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